第一千一百二十级,这一回他真的出事了。 听你们的意思,竹亭背后可能还有人。 赵队,不是可能,是绝对。 操。 赵明初活动了一下肩膀肌肉,目光盯着办公桌上的案卷。 明天这案子就要送到检察院,大半夜的这俩孙子跟他说有问题,他前面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 赵队,不能马虎,我们仔细查查。 我来帮忙。 你帮忙有个鸟用啊,这是…… 赵队,关乎你的女神。 女神?早就不是我的女神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女神。 我以后见到贺瑞妍,绕道走。 看什么看,老子迷途知返不行啊,有自知之明不行啊,hold不住不行啊。 一个个还愣着干什么,长安。 老子有种预感,总有一天,老子头上这顶小乌纱帽,要被你们两个孙子连累。 这一夜,市局一大队办公室的灯整整亮到了早上七点。 赫瑞妍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一天一天好起来,但是,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地沉下去。 三天时间已经过了,却没有任何陆泽的消息,丽宁和张大龙的电话也打不通,她已经有点坐不住了。 不会出事吧,应该不会的,可万一呢,没有万一,怎么会没有万一呢,偷毒啊,每年要死多少人。 赫瑞妍一言不发地站在窗户边,不知时间过了多久,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漫长,从没有这么煎熬过。 宋年熙走进来,看了看手表。 赫律师,你站的时间太长了,该上床休息了。 没事,我能冲得住。 不行,你的伤口还没拆线呢,上床,我命令你,马上我要替你检查伤口。 赫瑞妍眉目低垂地回到床上,目光又往手机上瞄了一眼。 宋年熙眼尖,在等二少的电话。 有这么明显吗? 何止明显,简直有些魂不守舍。 赫瑞妍心里叹息一声,慢慢躺下去。 这几天,她夜里做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梦。 大多数没有具体的画面或色彩,只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某种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了。 她实实在在地替她揪一把心。 宋年熙解开纱布,一边消毒一边说道, 二哥现在在配合那边调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再说不还有丽宁大龙她吗? 她回来,连陆家的人都瞒着。 赫瑞妍心里有种被人捧在手掌心的甜蜜。 转瞬,又想骂那男人傻到家。 几番胶着之下,她有气无力地问。 宋年熙,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最少需要一个星期。 能提前吗? 不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二哥这会儿顾不上你,我得堪劳你。 能不能不提那个男人,提一次,他的心就咯噔一次,再咯噔几次,他就该去见阎王了。 这时,手机屏幕突然一亮,他飞快地拿过来。 李宁,他有消息了吗? 你见到他的人没有,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电话那头,无声沉默。 几秒钟后,一个疲倦到极点的声音传来。 二姐,是我。 赫瑞妍惊到极致,担心到极致,恐惧到极致的神经,一下子崩到了最近。 张大龙,是不是陆泽出了什么事? 她的船,在公海上被海上巡逻队拿住了。 然后呢? 上岸后,直接被国安局的人带走,我和李宁想了很多办法,连人都看不到,律师也不让见。 二姐,她这一回,是真的有事了。 赫瑞妍的心脏致命收缩。 她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却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出事。 丽宁和张大龙都不是普通的人,他们能放她回来一定是有把握的。 而现在,赫瑞妍死死地攥住了拳头,指甲欠尽掌心的尖锐痛意,让她瞬间冷静了下来。 大龙,丽宁呢? 丽宁?她很难过,自责得要死,说是应该拦住她的。 杜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事? 还没敢说,大少要是知道了,连丽宁都得挨揍,这事太大了。 现在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一旦最明成立,二少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读过了。 本来只要操作系统,矩正成功,二少一点事情都没有,但现在,她还是无论如何都说不清了。 大龙,我需要理一粒思路,几分钟后,我才给你打电话。 等一下,二姐,二少领走前,让我黑了国安局的网站和电话,我们查到了一些东西。 查到了什么? 在实验室被查封前,有人通过电话和网络,同时向国安局举报了二少。 是谁? 我进行了跟踪,发现来自帝都。 还有吗? 李氏家族,在东南亚扎根很深,他们从前是射黑的,走私,偷渡,这种东西对利宁来说,不过是小儿科。 可以这么说,这一趟,我们是有把握的,那只…… 所以,杜泽的船,被人在宫海拦住,也是有人举报的。 几乎可以笃定地这么说,灵灵说,有一只不心地守在后面操纵这一切,目的,就是二少。 一丝来自直觉的不祥,从赫瑞岩心底生起。 如果是这样,那么自己受伤,是不是也应该是那人连环记中的遗迹? 赫瑞岩想到这里,虽然半一半躺着,但眼底还是阵阵发黑。 第1121集 齐人之道,还齐人之身 宋念希看赫瑞岩的神色不对了,出了什么事? 宋念希,你确定我还有一个星期才能出院吗? 我知道,一定是二哥出了什么事,但作为医生,我不得不郑重告诉你,就算你出院,大部分时间,也只能卧床休养。 宋念希,路泽的确出事了,非常严重。 麻烦你把大哨,三哨都叫来,现在,立刻,马上。 宋念希几倍僵硬,差点没给跪在地上。 他给赫瑞岩手术到现在,从来没见他用这么严厉的口气说话。 二哥出事了,他能出什么事? 半个小时后,陆少陆续两兄弟坐在病房里,额头都有一层薄汗。 大少三少,有件事情我想通知你们一下。 三天前,二少通过偷渡回来了。 两兄弟的瞳孔骤然扩大,赫瑞岩没去看, 自顾自地把目前他所知道的消息一一到来。 陆少、陆续,震惊的表情就是他们此刻内心的写照。 人偷跑回来了,然后被逮住了,以后要坐牢了。 不会吧,电影都拍不出这么奇幻的剧情来, 最关键的是,还瞒着他们。 兄弟俩心里血流成河,尤其是陆少,他顶着巨大的压力, 甚至动用了家里的备用金, 好不容易把股票以及陆氏的上上下下稳住了。 结果,偷渡,他疯了吗? 给李宁打个电话,问他怎么看的人。 大少,现在不是问责的好时机, 还是好好商量一下,后面要怎么办。 大哥,贺律师说得对,宁子也不想他。 陆续后面的半句话没说出口, 就二哥那脾气,宁子想拦也拦不住啊。 陆少仿佛没听见,目光直直地看向贺瑞岩。 他敬佩这个女人的能力, 也一心想帮老二把人追回来, 可没说让老二把下半辈子豁出去。 这事瞒不住,给老爷子知道了。 陆少挪开视线,他有点不敢往下深想。 门砰的一声被推开,沈欣一头冲进来。 天,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大少三少,你们都来了,约好的吗? 说完,他愣了愣,赶紧把身后的贺瑞文拉到面前挡着。 这病房里的气氛很不对劲,能感受到一团阴气和死气,有点恐怖。 贺瑞文虽然摸不清楚状况,自然也感受到了陆家二位散发出的生人无尽的气场。 那个,二姐,小心还想帮你录个口供。 改天吧,这会儿没心情,你们先出去。 这个很重要,朱婷那边我们找到了一些线索。 朱婷? 电光火时间,陆少和陆续的目光碰了一个来回。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贺瑞文不确定要不要说,毕竟,二少回来的事情是瞒着陆家两位爷的。 你说吧,他们知道了。 啊,知道了?怎么会知道的? 贺瑞文心里咯噔一下,二少不是再三交代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吗?除了他们两个。 是这样,二少临走前,说朱婷的性格第一个报复的人应该是张若阳的小三,而不应该是二姐。 还说二姐的案子都是保密的,他一个家庭妇女怎么会知道?于是让我们往深里再查一查。 你们查到了什么? 我们查了他所有的社交账号,发现QQ聊天记录被清得干干净净,于是找技术恢复了数据。 发现那些杀人视频是由网友发给他的,而且那个网友通过语言诱导并加深对二姐的仇恨,导致他愤而杀人。 也就是说,朱婷只是一个被人操控的棋子,真正想杀二姐的人,掩在他的后面。 二姐,你觉得会是谁? 贺瑞言动了动唇,摇摇头,目光垂下来。 因为身体还虚弱的原因,他的脸色显得异常的苍白,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是肩膀在微微发颤。 他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此刻的心情,只知道,当他从贺瑞文嘴里听到《二少林走前》这几个字时,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下。 疼。 那个傻男人还问他疼不疼,这会儿,他是真的疼,为他疼。 二姐,二姐。 贺瑞言抬头,眉头皱得更近了,眼睛末梢几乎压成了秘密的一片。 他深吸口气。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那人先通过向国安局举报二少实验室,逼他回到美国,然后设计让朱婷杀我。 他麻准二少对我的感情,于是再次向国安局举报二少的行踪。 大到让二少下半辈子把牢底坐穿的目的。 什么? 二少要坐牢了? 他头都被人逮到了? 姐,二少的仇人,一个李贤,一个温冷。 李贤不可能。 李贤这辈子绝不会用牺牲我为代价去报复一个人。 那就剩下一个人。 老二让朱七风牢底坐穿,他就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神,谁也别吃亏。 我此,一还接一还,这连环即使的,对非多少脑细胞啊? 他够能的呀。 年轻人,你对权力的力量一无所致啊。 温老不仅能,而且很能,否则他也不会在老二提出那个要求时心生犹豫。 爷爷也不会因为老二把人拦下而大动干戈。 却那人对温老的评价,老谋深算,阴险毒辣。 说到底,二少还是被我和小欣连累了。 大少,二姐,你们说吧,要怎么办,我冲头一个。 陆少没说话,一双深邃的眼睛向赫瑞言看去。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集,陆泽,你这个傻子。 赫瑞言与他对视,并防空气一寸寸紧绷。 大少,我现在还是个病人,需要好好休养。 也是,不休养好,哪来的力气去替老二打这场营仗啊。 这陆大少上辈子不会是个职业媒婆吧,怎么总想把我忽悠见陆家呢。 大哥,何律师,都痛快点行吗? 赫瑞言,我的意思是先把老二弄出来,然后再想办法狠狠打回去,你的意见呢? 赫瑞言若有所思,汗手不语。 半分钟后,他冷冷道。 温老这人我不太了解,但一个老坚俱滑的人,什么时候最会放松警惕呢? 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他。 大忌得逞,尘埃落定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 他既然把这个棋局摆开了,那咱们不妨顺着他设计好的路子走下去。 也就是说,让老二如他所愿坐牢,然后呢? 然后,你们陆家几兄弟就想办法怎么打回去,布局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的慎重,还得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我认为还不到时候。 陆少用中指关节用力按揉自己紧锁的眉头,不得不承认,老三说得对,确实还不到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养我的身体。 大少三少着手准备,二少顺着温老的意思,该坐牢坐牢,该减肥皂减肥皂。 所有人惊悚的目光再次落到赫瑞燃身上,心里齐刷刷浮出一个念头。 二姐果然彪悍。 我的身体能飞去美国打仗需要十天的时间,麻烦卢大少帮我安排飞机。 交给我。 弟媳妇。 二姐。 朱婷的案子不用再往下查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就算再查下去,查到的也只是替死鬼而已,市局一结案,就相当于给温老那头,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招漂亮。 你把所有有关方面的法律条文都给我找来,还有,这十天我不见任何人。 赫瑞文心中一道,二姐这是要闭关,啃法律条文了。 我只做我最擅长的,别的事情不要来烦我。 好了,你们都可以走了。 房间空落下来,日头渐渐息去,又到黄昏了。 赫瑞言觉得,VIP病房还是太小了,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 她撑着下床,走到卫生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脸,还有那双眼睛,和自己足足对视了两分钟。 消毒水的味道很淡,却刺激着她的眼睛。 当眼泪掉下来的那一刻,她再也抑制不住,额头抵在了镜面上。 两手撑在洗手台上,钻成拳,又松开,再钻成拳,再松开,试图摆脱伤痛给她的无力感。 在外人面前,她表现得冷静克制,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急了,很急。 陆泽,你这个傻子,一定要等着我来。 另一边,军车里,陆绍漆黑的瞳孔里,有什么在翻涌。 大哥。 董温老的事情,我不打算告诉爷爷。 是怕爷爷知道了,又让咱们忍。 他老了,有些事情缩手缩脚,怕这个,怕那个。 说实话,我也是怕,毕竟对手太强大,但现在欺负的是我兄弟,我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大哥,在我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一个怕字。 包括宁子,包括布丸。 布丸要知道二哥被人算计成这样,估计得拿刀砍人了。 老三,其实我有个担心,刚刚当着贺瑞颜的面没好说。 什么? 李前他是哪一头的? 如果他缠合进来,这事弄不好会非常难办。 李家在海外的力量不可小视。 二哥谈个恋爱还真不容易,这个算计,那个吃醋的。 但这事大哥其实应该和贺瑞颜正面谈的。 他和李前毕竟做过夫妻,说动李前不插手,应该不是男士。 你以为我不想谈呢? 你想想老二这人的性格,他万一要知道了呢? 好吧,换了我,我也是不想自己的女人去求情的,宁肯死撑到底。 走吧,把不玩叫上,到我家,和宁子开个视频会议。 这事,真得好好商量商量。 大阳彼岸,金玉。 陆泽穿着球服装,头发里成平头,站在墙边上,一台照相机对着他拍照。 正面,左侧面,右侧面。 拍完,玉井给了他一套洗书用品。 陆泽,跟我来。 穿过一间间牢房,老井停下,用指纹按在锁上,铁门打开。 进去。 陆泽进到牢房,环视一圈。 单人间,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个简易的卫生间。 他把洗书用品往地上一放,身子倒在床上。 从上船到这里,整整四天,只睡了七个小时。 最后一丝力气被抽干。 他头一歪,在大牢里睡得昏天黑地。 清晨,陆泽被刺耳的闹铃吵醒。 起身用冷水刷牙洗脸,玉房的门自动缓缓打开。 走出去,左右看了一眼。 左边邻居是个大块头,右边邻居则是个光头男。 两人几乎是近两米的身高,眼睛阴森森地看着他。 陆泽点了下头,面无表情地跟着大部队行动。 这里并非是真正的监狱,相当于国内的看守所。 但凡住在这里的人都在等着检方的指控, 然后开庭,量行,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服刑。 早餐是典型的美式早餐,陆泽听到哨声,低头默默吃着自己那份。 突然,一只肥腻的大手落在他的腰上,打着圈,轻轻往下。 第1123集 舍不得 陆泽抬头,摸他的人是光头男,一脸猥琐地笑,看样子是个鸡老。 对不起兄弟,我对男人没兴趣。 陆泽淡淡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发音。 光头男不在意地挑了下眉,手放肆地往下伸。 陆泽放下刀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捏住了哪只作乱的手。 万坚一使劲,只听得咔嚓一声,那光头男的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 哎呀,骨头要断了,疼啊疼啊疼啊疼。 陆泽松开了手,面无表情地转身,继续优雅地吃饭。 光头男惊得心砰砰直跳。 刚刚一瞬间,他从这个华裔男人的脸上看到了杀意,竟然是杀意。 他从大块头递了个眼神。 两人同时遗憾地垂下了头。 算了,这种闷不吭声的男人最不好惹。 他们喜欢菊花,更喜欢活着。 吃完早饭,到了放风的时间。 有人打篮球,有人下棋,有人围着聊八卦。 陆泽找了出安静的角落,坐着晒太阳。 国内这会儿应该是乱翻了天。 家里不怕,有大哥坐镇乱不了。 他呢? 陆泽垂下眼帘,浓郁的睫毛半遮住眼睛。 所有的思念被挡在了眼球里面,半丝没有外露。 嘿,哥们儿,家伙朋友,怎么称我? 光头男坐过来,紧接着,大块头也坐过来。 陆泽被两人挤在中间,跟个玩具木偶似的。 陆泽,中国人。 陆哥们儿? 哈哈哈哈哈哈,我叫杰克。 我叫迈克。 你怎么进来的? 偷渡。 大块头同情地看着他,怪不得这么瘦。 听说,偷渡到美国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个,我和迈克都挺有钱的,而且我们都喜欢男人。 你只要愿意,我们都可以和你结婚,然后帮你换取身份。 你如果和我结婚,我做零也是可以的。 哈,这王八蛋怎么够竞争啊? 你如果和我结婚,我不光可以做零,多少次随便你。 我的还是处女局。 我的虽然被人开发过,但很紧致。 陆泽勾纯,活了三十多年,买到的金子未必是纯的,喝到的酒未必是原装进口的。 爱他的人未必是真心的,只有遇到的傻逼们,个个都是百分百二十四K的。 对不起,我有老婆了,而且我已经是美国籍,不需要买身求饶,不过,后面我会考虑回归中国籍。 这小子好有个性啊,想睡他。 要不,把光头男先干掉,我就可以独霸他。 两人看着他修长的背影,和挺翘的臀部,齐刷刷地咽了口水。 监狱里的日子,时间被无限拉长,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度日如年。 前两天,陆泽很淡定,把事情前前后后在脑海里过了无数遍,分析,推理,抽丝。 剥茧。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他有些坐不住了,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没有一个电话。 夜里,胃里难受地起来吐了一场。 第六天的时候,他和玉景请了个假,在房间里睡了一天,什么都没有吃。 其实没睡着,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白色的房顶,疯狂地想念赫瑞言。 这种想念,让人五内聚焚,如坐针毡。 他的脑子里甚至出现了耳鸣,有个声音在不停地问他。 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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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再多一次地选择,他依然会如此。 这时,空气突然凝滞,路泽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铁门外,光头男和大块头笑眯眯地看着他,肥腻的脸上有种野兽等待猎物倒下的兴奋。 路泽的心扑通狂跳,他一下子明白了,如果自己再这样颓废下去,别说走出去,连菊花都保不住。 第八天的时候,他吃饭,晒太阳,还和玉游打了半场篮球。 第十一天,一记三分线外投篮命中后,狱警走到他面前。 路先生,你的律师来看你,跟我来。 路泽没有多想,神色很冷静地跟在玉警后面。 这次的探视时间是半个小时。 谢谢。 路泽走进去,背对着他的人慢慢转身。 像是电影的慢镜头一样,他先是抬了抬下巴,然后用手抓了下头顶的碎发。 手顺势滑下,落在黑亮的耳钉上,摸了摸。 好久不见,都而上。 全身的血液都在逆流而上,咣当咣当地冲击着路泽的脑袋。 他感觉,从心口的地方流出沸腾的眼浆,顷刻就滚遍了他的全身。 他的瞳孔一下子锁定这个长身玉力的女子。 就是他,漆黑的夜里突然有了一束光亮。 下一秒,他冲过去,死死地抱住了他。 是熟悉的体味,是他,不是梦。 赫尔炎伸手抱住他,把下巴垫在他的肩膀上,闭上眼睛。 瘦了,黑了,没垮。 鹿泽飞快地低下头,找到他的唇,清顺了一下,然后疯狂地咬了下去。 赫尔炎只觉得天旋地转,心脏被一下一下撞击着,撞得他头发昏,腿发软,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突然,他猛地推开他,甩起手就是一巴掌。 一声脆响,路泽吃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心悬在半空,只用一根蛛丝吊着。 分别这么久,他又成了阶下囚,哪怕此刻赫尔炎什么都不说,只给一个嫌弃的眼神,那根蛛丝就断了。 心,便万劫不复。 赫尔炎又好一会儿没说话,他的眼神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心疼。 好半天,他突然扶上他的脸,指尖微弯,只是轻轻地蹭着。 男人并不娇嫩的皮肤,和他柔软的指腹接触,微有些良意。 这个时候是寂寞的时候,他出去了什么时候不能起。 疼不疼? 蛛丝搜了一下,把路泽悬在半空的心给拎了上去。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 你轻一下就不疼了。 真像一巴掌在抽上来。 路泽二话没说,把脸凑过去。 来吧。 赫尔炎抬手,这回没抽,而是改成了你。 手上没有多少劲,脸上却是恶狠狠的。 你就吓死我算了。 舍不得。 赫尔炎心底泛起一层浪,把头别向窗外。 突然,眼前一个黑影压下来,男人手托在他的脑后,另一只手落在他的腰间。 腿贴着腿,腰碰着腰。 隔着厚重的冬衣和裤子,两人却好似是没穿衣上,明明白白地贴在一起。 感官如此清晰。 赫尔炎昏昏沉沉沉的时候,他突然感觉,陆泽把手伸进他的牛仔裤里,放下薄薄的一张纸。 赫尔炎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 第1124集 反击 监狱外,丽宁和张大龙,两人嘴里各叼着一支烟。 你说,二少会不会感动得热烈盈眶啊? 不会。 那赫尔炎呢,会不会激动地扑到他怀里,小心脏砰砰砰地跳? 不会。 那他不会做些什么,谈案子嘛,那也太不浪漫了。 要是我,就吻死他。 话落,赫尔炎从铁门里走出来,唇又红又肿,像被人啃过一样。 张大龙朝丽宁翘了翘大拇指,丽宁当他是个空气,宁上去。 怎么样? 上车再说。 赫尔炎感觉,自己的心都被他吻得空了,需要缓一缓才能集中注意力。 三人上车,他掏出纸片,看到最后忍不住笑起来,越笑声音越大,伤口都笑疼了都止不住。 二姐,笑啥呢? 赫尔炎把纸递过去。 他给的。 什么? 张大龙接过来扫了一眼,眼睛顿时就直了。 丽宁余光看见,立刻猛打一击方向盘,把车停在路边,打起双跳。 整个事件分析,幕后的最终黑手是温老,他先通过举报。 立宁念完,扭头去看后排座位上的赫尔炎。 二哥的分析,和咱们分析的一模一样。 哎,下面有我的名字,这一段,我来念。 操作系统有没有违规,处在法律的模糊边缘,让张大龙带领实验室的人修改一下原始代码,重新设计。 系统处于研发状态,没有投入使用。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都扯不到危害两次。 研发就应该存在分歧,存在试探性,存在可能性。 如果要上庭,宝宝,你抓住这一点。 宝宝两个字,好肉麻。 丽宁瞪他一眼,继续往下念。 所谓偷渡,是纪念在操作系统违规的条件上。 如果操作系统OK,我就是自由的。 偷渡只是本少爷体验人生百态的一件小事。 宝宝,你要从根源上推翻他们的指控。 贺瑞言,是这样吗? 说得完全正确。 我查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 发现这一块竟然是空白,灰色地带的辩护。 就看律师怎么变,陪审团怎么裁定。 你们再看下面。 至于温老,和大哥老三说,谁也别动手,放着我来。 他们只需要帮我做两件事情。 卧槽,二少这是想干什么? 我怎么有点摸不清头呢? 估计这人是被逼极了,要为你复仇。 也是为他自己。 贺瑞言脸上平静,心里乐着呢。 他没看走眼,这个男人温润优雅的外表下,是一头刚刚苏醒的猛兽。 一旦把他惹急了,别说姓温的,天皇老子他都咬。 那没我们啥事了? 反面还有,你再看下去。 丽宁立刻把纸反过来,一字一字读出声。 读完,他眼珠子慢悠悠转了一圈。 沉默几秒钟后,苦笑。 大龙,帮我想一想,我以前有没有得罪过二哥? 似乎,应该,好像,可能没有。 那就好。 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进了异国他乡的牢里,不仅没有款,还能思维敏捷,挑力清晰地,把事情想得清清楚楚,安排得顺顺当当。 这家伙怎么做到的? 对了,二哥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被减肥脏啊? 赫瑞颜从张大龙手里拿过纸,小心折叠起来放进口袋里。 回头等他出来,你自个儿问他。 谁敢啊? 三天后,赫瑞颜向当地的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国安局对实验室的误判,并称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接下来,他在酒店召开媒体见面会。 见面会上,由实验室暂时的负责人张大龙先生,为所有到场的记者朋友详细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判。 最后,赫瑞颜在镜头前用平静而有力的声音说。 美国方面的风声鹤唳,是在掩盖他们对这个操作系统的害怕。 一旦实验成功,他们的操作系统将面临退购,公司股票必会下跌。 但我们,每一个黄皮肤的华人,将会使用到我们自己研究的操作系统。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程,而美国现在的行为,是在拖延这个进程。 赫瑞颜的这一番演讲,经过电视、网络的直播传到国内,一下子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微博上掀起一股支持研发、支持国货的热钞,相关的讨论一下子盖到了几十万层楼那么高。 一日,赫瑞颜又再次申请探监,时间依旧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他走出监狱,再次接受媒体采访。 我的当事人刚刚告诉我,一旦实验成功,系统投入手机、电脑等领域使用, 他将会捐出实验室51%的股份给国家。 这个系统,不属于他个人,属于整个华人世界。 天哪! 所有人惊得倒吸一口凉气。 请问陆二少在这个实验室的投入是多少? 到目前为止,整整十八亿美元。 喧嚣的人群,一下子静止。 国内,陆大少看着屏幕里的赫瑞颜,蹭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手机响,老三打来的电话,声音抑制不住地激动。 大哥,新闻看了没有? 刚刚播完,股票三分钟涨停了。 瞧你这出息,一个涨停就激动成这样。 如果我没预料错,后面最少十几个涨停。 卧槽,二哥这波操作666啊,真要实验成功了,就算拿出百分之五十一,他,他都转翻了。 这一回,陆世是沾了他的光。 没错,看那些逼逼叨叨的鸟人,还有什么话说? 老三,我有电话进来。 好,我先挂。 等一下,老二交代的事情赶紧去做。 放心吧,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跑。 电话是个很陌生的号码,陆绍瞇了下眼。 您好,哪位? 陆绍先生? 是的,您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 现在,军区的外面有一辆车,麻烦你五分钟后,坐上那辆车,有人要见你。 谁? 神神秘秘的,这是什么人? 陆绍整了整军装,让司机开车到门口。 铁门外,黑车安静地停在门口,牌照录在阳光下。 陆绍一看到那串牛逼轰轰的数字,心猛地往上一提,冲着黑车,进了一个飙飙准准的军礼。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集,想求婚。 就在陆绍钻进车里的瞬间,微博爆出,某个房地产公司老总猥亵未成年少女一案,整个微博哗然。 随即,警方立刻在媒体上通报警情。 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微评,三问涉嫌猥亵女童事件。 国内主流媒体的责问把事件推到了顶峰,无数网友愤怒地留言转发。 留言中,有一条网友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猥亵算什么,兄弟姐妹们可还记得前些日子刚刚被判刑的朱祁凤一案,内幕爆出来吓死你们。 兄弟,别吊人胃口,你当时说呀,不说的人就是孙子,死一户口本。 你们太狠毒了,事举一对前些日子破的案子了解下,失踪少女了解下。 键盘侠后面都是各路高手,几分钟后,这个瓜被黑客们摸得熟熟的。 卧槽,竟然还有小红楼。 我天,这畜生到底杀了多少人呢? 必须死刑啊,为什么是武器啊? 那个时候,弄个保外旧衣,就可以逍遥法外。 听说她是某个大人物的私生子啊。 大人物是谁,扒出来,看看是不是保护伞。 陆氏集团,总裁办公室。 陆续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喝了口纯正的猫屎咖啡。 猜一猜,老家伙这会儿在干什么? 飞博安正沉迷于王者游戏,头也没抬。 愤怒,傍葬,骂人,然后花钱把消息押下去。 消息可以押下去,他儿子的案子能押吗? 难咯,法律的公正性,不容老家伙染纸电污。 靠,染纸电污这四个字你都会说了。 别小看人行不行,我最近不仅古言行,十字歌夫都行。 怎么,转型了? 兄弟,我是有儿子的人,不能让儿子说在起跑线上呀。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要给他读睡前故事。 星期一古诗词,星期二是少年文学,星期三是国外名著,星期四成语故事,星期五是…… 我真想替你儿子抽死你呀的。 对了,二哥该出来了吧。 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三天后。 咱们要不要组队去迎接啊? 他不会想看到你的。 得,又是一个有异性没人性的东西。 你这话,敢当着二哥的面说吗? 嗯,不敢。 三天后,监狱门口,张大龙一身厌尾服西装,还戴了个高高的礼帽,像从音乐剧里偷跑出来的王子。 利宁看了看他,再看一旁羽绒服,牛仔裤,简简单单的赫瑞言,摇摇头,该正式的不正式,不该正式的瞎正式。 铁门缓缓缓一开,陆泽穿着一件又薄又大的单T恤走出来,那T恤长的盖住了他的臀部。 走到贺瑞言面前,停下脚步,侯杰用力地滑动了一下,他听见自己的心里轰隆一声巨响,大起大落的相思分崩离析,尘埃落定。 二少同学,你确定要穿着这么一件恶心的大T恤在寒风里,对我行出目离吗? 我那身肠羽绒服的味道更恶心,这是问玉有界的,最小的一件。 我靠,二少,你在里面啊。 一道寒光看过来,张大龙赶紧识相地闭上了嘴。 你穿得跟举行丧礼似的,是打算给我摩哀吗? 你什么眼神啊,这明明是宴会妆。 诺泽没理他,对着贺瑞言说。 过来。 贺瑞言就不动,眼睛往上斜了斜,反而往后推了一步。 凭什么我过来啊? 山不救我,我去救山。 路泽长腿一迈,就把人抱进怀里,唇吻了下去。 贺瑞言吓了一大跳,这还有人在呢? 正犹豫着,路泽突然拽住了他手腕往上移动,移到了自己的后腰上,用力一放。 贺瑞言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家伙还嫌弃他没抱他。 传心点。 好吧。 贺瑞言的手便紧紧还住了他的腰,是坚定的,是滚烫的,是心甘情愿的,也是期盼已久的。 张大龙和李宁对视一眼,识相地先钻进车里。 三分钟过去。 他们打算稳多久啊? 李宁装作没听见。 会窒息吧? 李宁继续装聋。 嗯,光天花日之下,真不值检点。 忍无可忍,李宁回了他一句。 你这万年的单身狗,不会懂的。 是谁他们让我变成单身狗的? 李宁把脸看向窗外。 车子驶进市区,原本李宁打算把人拉到安家别墅里,陆则坚决反对。 他要去住酒店,并且拒绝他们请吃饭,理由是要回房间休息。 都是过来人,谁看不出他那点龌龊的小念头。 李宁最后目送他进旋转门的时候,实在没忍住。 二哥,悠着点啊,你女人手术时间不长,小心伤口裂开。 陆则听了,笑笑,弯腰,索性把赫尔妍打横抱了起来。 赫尔妍除了啊的一声惊呼,拿这个老男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刚刚在车里的时候,他就上演少儿不移的节目。 好在自己是脸皮厚的,否则没法见人。 进到电梯,只有两个人,陆则一改刚才色狼的模样,玩起了绅士。 赫尔妍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心里偷笑了一路,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 开门,关门,陆则放下女人,把人顶到门背后,一条手臂将他围住,呼吸缠着呼吸。 赫尔妍心底部有有些微微发热。 二少同学,按据本,你应该去洗澡了。 洗澡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赫尔妍以为,他问的无非是,你想不想我,有没有担心,害不害怕之类的。 结果,他手撵着她的耳垂。 想立刻,马上向你求婚,你会同意吗? 赫尔妍一顿,这跨度太大了呀。 会吗? 那个,咱们还是按言经小说的台本上写的,先上床吧。 想我吧? 嗯。 我是爱吗? 嗯。 陆则满意的不行,亲他的唇角。 为什么不答应我求婚?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集,我等你。 我们老陆家是正儿八经的红色家庭,跟人正苗红。 家训家父王从骨子里来说,还是非常传统和守则的。 比如一些大事,什么媒妁之言,八台大叫,有名有分啊。 赫尔妍算是琢磨出来了,二少这是在向他求名分呢。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杜二少,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 三少同学和宋年熙同学谈恋爱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结婚吧。 二月十四大婚。 虽然时间仓促了些,感应感还是来得及的,我们要不也凑个热闹。 你就这么急吗? 急啊?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爸爸。 没有哪个女人能扛得住爱人这样的温柔。 这种温柔自带一股韧惊,充实而有力量。 然而,赫尔妍不是一般女人。 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再婚,我们这样挺好的。 是我太急了。 陆泽突然抬起头,脸上半点颓色都没有,本来就是试探的,想趁着他这会儿心软,把人拿下。 拿不下,再接再厉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只能做点没羞没臭的事情了。 说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你先写还是我先写? 还是,你洗写。 得轻点,我的伤口症还没有长好。 这打装机好不容易从牢里放出来,还不跟恶狼出动似的,把他活吃了。 宝宝,会很亲的,亲到你不可思议。 那,先抱一抱。 陆泽腰身微颤,似在笑,直接把人搂进怀里。 完了,宝宝,刚刚你一撒娇,待会儿转轻不了。 两个小时后,卧室门半眼,外套,大T恤,黑色内衣,鞋子,东倒西歪,一地狼藉,春光明媚。 刚刚亲不亲。 赫然言听出他的意有所指,脸顿时扫得浮红。 路泽使坏,唇故意贴在他耳垂上。 一说话,皮肤相碰,酥酥麻麻地让人心慌。 学不学,轻得都飘起来了。 陆岩少,你变了,变得骚话连篇了。 我只对我的女人讲骚话。 说完,他把手伸到他腹部的伤口上,一下一下地抚摸,扶得赫日盐新火都起来了。 别摸了痒。 宝宝。 嗯? 真的,我们结婚吧。 怎么又来了? 再来这么一下我就疯了,就跟有人挖我的心一样,疼死了。 你还好意思喊疼啊? 偷偷跑回来,说好的三天又失联,我等得急不急啊。 陆则没法形容这一刻的感受,震撼有,感动有,开心有,愧疚亦有。 他轻轻拍着赫日盐的后背,许久才到。 以后,我等你,我等你三个字,说得很简单,但内里蕴含的深意,无穷无尽。 等你下班,等你回家,等你答应我的求婚,等你和我一起白头。 你照你的节奏来收获,宝宝,后面的事交给我。 一日,实验室返速国安局一案,在十点钟准时开庭。 失联了近一个月的陆二少站在原告席上,身旁是一身黑色职业装的贺瑞言。 案子审了整整一天,无果,休庭。 第二日,国安局起诉陆泽偷渡一案开庭。 这一次,陆泽站在被告席上,代理律师依旧是贺瑞言。 双方律师进行了激烈的辩护,整整六个小时后,陪审团一致裁定陆泽无罪释放。 当法官敲下榔头的瞬间,陆泽和贺瑞言对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起伏地走出法院。 在法院外等他们的是一身军装的陆绍。 陆泽是开庭前才知道陆绍到了美国。 兄弟俩摇摇对视,眼神里都有不易察觉的情绪。 陆泽拉着贺瑞言上前。 大哥,有两个好消息要通知你。 大哥请说。 第一个,外交部已经介入和美国的谈判,并提出严重的抗议,你的实验室保住了。 第二个,国家从中科院调配最顶级的计算机人手,帮助你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并且申请到了十亿的创新资金。 老二,不要怕,操作系统的研究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陆泽的眼睛一下子湿了。 快过年了,早点回来,老三天天在我耳边抱怨,说他忙死了,又要上班,又要管路事,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把小颜一起带回家过年,人多热闹点。 贺瑞言看着陆少,心说,这人上辈子一定是媒婆。 先是贺律师,再是贺瑞言,现在直接变成小颜了,步步逼近。 三天后,机场航站楼,出口处站着四个戴着墨镜的超级大帅笔,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连连回头观望。 这四人分别是沈欣、贺瑞文、陆旭和飞不完。 陆队,我能不能把墨镜摘下来啊?太打眼了。 你想被人当星星一样围观的话,我没意见。 飞少,你怎么也来了? 我不介意把我的帅气偶尔展现给别人看,并且享受被围观的乐趣。 翻译成人话就是,他想发骚。 飞不完浮浮墨镜,仿佛在说。 小爷这骚样还可以吗? 有人群蜂拥而至。 一波人流高峰后,陆泽和贺瑞言推着行李车出来,四人忙迎上去。 二哥。 二姐。 陆泽一一与四人拥抱,但在贺瑞文要拥抱一下自家亲截的时候,他挡在中间。 他的伤口还没长好,不能抱。 那是我亲截? 你压着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 沈欣把愤怒的贺瑞文挡在身后。 二姐二少,走吧,饭店都订好了。 陆续一听这话,不对啊。 二哥,何律师,大哥也订好了保险。 陆队,干嘛呢?怎么跟我抢人呢? 废话。 回国第一顿饭,必须跟南方家属一起吃啊。 二姐。 沈欣目光一转,眼神有些哀求。 弟媳妇你哀求个什么哀求,长点女方家属的志气好不好。 赫瑞言昂了昂头,挑衅似的看了陆泽一眼。 我姐怀孕了,得回去看看。 一起啊。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集,怕他受伤。 好。 陆则半秒的停顿都没有,爽快硬下,扭头,拍拍老三的肩。 帮忙和大哥打个招呼。 不是。 陆三少看着沈欣得意的笑容,有些哭笑不得。 唉,真没想到。 二哥也是这么没骨气的男人。 一个野字,暴露了他们这帮男人艰难的处境。 回去怎么和大哥交代啊? 实话实说喽,就说二哥哄丈母娘去了。 大哥会打死我的。 不会的,大哥会说实在不行,咱们帮着一起去哄呗。 夜夜车里,陆则握着赫瑞言的手,眼神却飘向窗外。 赫瑞言用胳膊蹭蹭他,无声开口。 再见着。 陆则没说话,抬手捋了一笑女人的头发。 不是紧张,我是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带,挺失礼的。 不失礼,他们人很好的,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 傻小子,别失声到什么都说呀。 赫瑞文,你费结合了? 被风呛了一下。 别多想,就是一顿便饭。 我已经想多了。 陆则说吧,唇在他耳边吻了一下。 市区,包间,罗玲玲女士焦急地看着手表。 哎呀,赤瑞,给你弟媳妇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好嘞。 钟赤瑞蹭蹭跑出去,又蹭蹭跑回来。 妈,还有半个小时。 哦,那就可以点菜了。 点完菜,菜上来,差不多他们就到了。 老伴,你点吧。 赫爸爸冷笑一声,一动不动。 妈,爸他怎么了? 从近来到现在,从头到尾,捧着脸,跟官二爷似的。 谁惹他了? 他呀。 小情人被拐跑了,酸呗。 爸有情人了。 赫瑞寻一看男人这指声,有些心忧肚子里的两个。 我妹。 哦。 钟赤阳意味深长地脱长了调子,脑海里全是从前自己被赫爸爸折磨的悲惨场景。 服务员刚端上菜,包间门从外面被推开。 连身子不变的赫瑞寻都站起来了,赫爸爸依旧纹丝不动。 路泽眼风扫过,主动绕到他身边。 叔叔,我是路泽,您好。 赫爸爸冷哼一声,连屁股都没抬一下。 啊,坐吧,坐吧。 罗玲玲女士怕老头子犯病,赶紧招呼大家落座。 路泽就是在赫爸爸身边坐下,又指了指一旁的位置,示意赫瑞岩坐过来。 在机场一到出来,顺便就请陆二少过来吃顿饭。 二少,这是我姐姐姐夫,你见过。 那两个二货不用介绍,这是我妈,风华绝代的罗玲玲女士,这是我爸。 你忘了家前坠鱼女儿。 前面还有八个字,英俊帅气,宠女成魔。 这是我英俊帅气,宠女成魔的老爸。 叔叔,您好。 刚从牢里回来,既不回家看看父母长辈,也不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就巴巴地跑这里来吃饭。 可见你并不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我说得对吗,陆二少。 包间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 沈欣的腿有点发软,怎么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啊。 叔叔说得对,按道理确实应该先回趟家,看看父母长辈。 但恋爱中的男人,有时候没办法用责任这两个字来约束,很多时候是情不自禁。 陆二少离过婚,应该过了情不自禁的年龄。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特殊到美国监狱都蹲过了,还让刚刚动完手术十天的我女儿来救你。 不止一次,上回进国内看守所的时候,也是我女儿救的吧。 陆二少这辈子是打算和监狱叫上剑狼。 爸。 叔叔,谢谢您提醒我,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我会更加努力地,努力配得上你女儿。 陆则说完,站起来,扣好席装扣子。 宝宝,我先回趟老宅,你陪叔叔好好吃顿饭,晚点我来接你。 被说了几句,你就赌气要走? 陆二少,你的胸襟和气量只有这么大? 叔叔说得很对,我并不是一个胸襟和气量大的人,也有怒合和火气,但对您,我永远不会发出来。 我提前离开,是因为大姐就会儿保持胎呢,孩子都好几个月了,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别让大人的情绪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 其次,这个场面不算好看,最难做的是我家宝宝,我心疼她夹在中间,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她这么爱你。 叔叔,我先走了,下次再陪您说话。 门合上,男人有些孤寂的背影,消失不见。 赫瑞巡瞪了老父亲一眼。 爸爸,什么宠女沉默,你都没顾及我和宝宝。 女儿,我错了,快,菜都凉了,赶紧吃,多吃点。 爸爸明天给你送鸡汤,里面加点山药,香着呢。 赫瑞巡愣了几秒,看了赫瑞妍一眼,气笑。 是呀,我还想喝老牙汤。 爸,我伤口还没好呢,也要补补啊。 都补,都补。 老婆,你也要补补,吃饭吃饭。 罗玲玲伸手,打了下老伴儿的胳膊,像是气,又像是在心疼。 你这老家伙呀,越活越回去了。 是是是,多打几下,来,打中点。 沈欣已经看傻了,偷偷拿手机发了条消息。 小文,爸变脸变得好快啊,为什么这样刁难二少啊? 爸知道二姐离婚后,把自己关在房里抽了整整一夜的眼。 第二天出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 他这是心疼二姐,怕他再受一次伤。 第1128集,挨打。 另一包间的门被推开,看清来人,所有人都一愣。 哇,二哥良心发现了? 应该是怕大哥被揍。 我猜是被丈母娘赶出来了。 罗雪奇瞪了老公一眼,上前招呼。 老二,快坐,服务员,天赋碗筷,再倒杯热茶。 二哥,赫尔言呢? 你不会真被他妈妈赶出来了吧? 是他爸爸不喜欢我啊? 没呢? 很多。 一时说不清,先吃饭吧,吃完我回趟老宅。 飞不完还要再说,陆少的眼神淡淡扫过他。 立刻乖乖闭了嘴巴。 老二这人看着温吞,其实性子里是藏了团火的,真要跟谁较劲儿,谁也较劲儿不过他,多说,反而无益。 吃饭吃饭,二哥一定很久没吃过中餐了。 一会儿我陪你回老宅。 大哥是怕我挨揍吗? 不是怕你挨揍,是你铁定挨揍。 二哥,爷爷该知道的,他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总之,他什么都知道了。 我要对付温老的事情,他知道不知道。 这事他不知道,他估计你没那个胆。 那就好。 年轻,一会儿你和老三爷跟着去。 人都在,多少也要顾忌一下,打得不会那么狠。 我也去。 飞不完眼睛发亮,他一定要看看,二哥挨打是个什么样。 不完,今天晚上你该给你儿子讲人类的起源了。 哎呀,这故事对我儿子的致力启蒙很重要。 二哥,我就不去凑热闹了,祝你好运。 没事,我扛走。 因为要回老宅,这顿饭吃得很潦草,谁也没有心思细细品尝。 老宅依旧冷清,客厅亮着灯,三位长辈都在。 翅膀硬了,还回来做什么? 老爷子简单的话,勾画的是不满。 爷爷,在营这里也是我的家。 你为了一个女人偷渡回国的时候,可有想过这个家? 她是因为我受的伤,我不回来心里愧疚。 对一个女人心里愧疚,对这个家呢,对整个路市呢。 爷爷,我错了。 跟我上楼,是。 爷孙俩一前一后上了二楼。 陆绍看了眼沙发上的父母。 爸,爸,你们去睡吧,我们看着老二,不会有事的。 夫妻俩对视一眼,没说什么,各自回房。 宋年熙纷纷道, 你们家这种动不动就打人的老师封建家长做派,能不能改一改? 但凡是顶级家族都有家规的,愿望上家规越严,否则就是富不过三代。 陆家三兄弟,从生下来就享受陆氏带来的种种优越,自然也要为这个姓氏付出代价。 这是对等交换,没得愿。 十分钟后,陆泽身体笔直地从二楼走下来。 若不是他的唇色惨白,从走路的姿势上根本看不出他刚刚挨了打。 二哥,快把衣服脱了,我帮你清了一下伤口。 不用。 爷爷老了,和从前的力气不能比,没打几下就喘得厉害。 陆绍和他的目光对视着,陆泽垂下眼,声音有些哽咽。 我和爷爷说,我会真气的。 二哥,你已经很厉害了,你都不知道我们科里的小姑娘有多崇拜你,他们还说,以后研发成功了,都有国内的,再不用美国的。 我最近和人谈生意,都抬头挺凶呢,一说起陆家老二,谁都羡慕我。 二弟,我真的以你为柔。 老三,你带年锡先回去。 雪奇,你到车上等我。 兄弟俩像是有话要谈的意思。 等人离开,陆绍低声道。 别看爷爷打你,他其实心里得意着呢,只是一马归一马,你也别怨。 大哥,你不说我也知道的。 还有件事,我让你心里有个底,终审竹其风很有可能是死刑,而你不仅安然无恙,还载欲归来。 温老这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哼,我也不会。 那你小心。 大哥,你说错了,该小心的人是他。 赫瑞颜扶着赫瑞寻走出酒店,酒店门口根本没有鲁泽的人。 说好来接你的,人呢? 爸,你又来了。 姐夫,你和我姐先回去吧。 赫瑞文,沈欣,你们两个送爸爸妈妈回去。 你送我们回去。 赫爸爸看着女儿。 今天救助家里,不许回去,你们几个都走吧。 老十人倔强起来,那可真不是一般二般的倔强。 四人同情地看着赫瑞颜,各自开车离开。 赫瑞颜看着自家老爸瘦了一大圈的脸,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不就是一晚上吗? 正好他也想歇歇。 这几天天天被他折腾,没完没了。 三人回到家,罗玲玲女士趁着男人热牛奶的时候, 偷偷摸摸溜到女儿房间。 女儿啊,妈妈瞧着那个二少挺顺眼的。 勇敢点啊,好好享受爱情,早点把人拿下,啊。 罗玲玲女士,你真的是个活宝。 赫瑞颜打开行李箱,拿出洗漱用品。 床头柜上的手机有微信提示, 心念一动,一定是他的。 打开一炕,果然是他。 在干嘛? 在家收拾行李,你呢? 刚刚从老家出来,被老爷子拉着弹心了好久, 没够的上来接你,对不起,我马上赶回家。 不用那么急,我今天住爸妈家。 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消息发出去,手机没了动静。 赫瑞颜心想,这家伙不会是生气了吧? 有敲门声响,赫瑞颜把手机扔在床上去开门。 爸。 赫爸爸端着杯热牛奶站在门口。 爸和你说几句话。 进来说。 不用,就在这里说也一样。 您说。 爸爸不是不讲道理,不开明的人。 爸爸只希望你幸福,但幸福不仅仅来源于男人,你懂吗? 我懂。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集,我梦游。 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吃于肉体,迷于生意。 最后,败于现实,而婚姻这种东西,跟爱情有关,但更多的是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伴侣的责任感。 女儿啊,在她身上没有看到责任感三个字,这一回,我是说什么都不会让你随便嫁给她的。 爸,没有那么快。 还有,你要相信你的女儿。 我是相信不过她。 今天的贺爸爸,很温情,很脆弱,很是戳贺日言的心肝。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回来和我说你离婚了,那刹那的表情,把心疼了。 贺日言赶紧一把抱住,因为自己上一段婚姻而留下严重心理阴影的老爸。 咱们再好好观察观察,考验考验她,不急,不急。 送走老爸,关门去卫生间洗了个澡。 洗完后,他拿起手机看了看,依旧没有陆泽的消息。 不会是真生气了吧? 贺日言气笑,如果是真的,那也太不成熟了,这男人。 突然,手机嗡的一声震动,是她的电话。 贺日言,开窗,往下看。 贺日言惊了一跳,快步走到窗边,推开玻璃窗,一看,真吓住了。 别墅围栏外,路灯下,路泽倚着车,笑眯眯地看着她。 贺日言和她对视着,都忘了说话,直到手机里传来她的声音。 想你了,所以过来看你一眼,一会儿就走。 贺日言的心,软成一汪水。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简单,问你弟弟。 你这大半夜的,也不怕扰谜啊。 我扰什么谜,我扰你。 等一下,我下来。 你要下来,我就赖在你家不走了。 小心,我爸拿调主把你赶出去,等着。 贺日言推开房门,左右瞅了瞅,垫着脚尖下楼。 走到一半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 人家也没让你下去你就下去,大不坚持了,贺律师。 真正走到男人面前的时候,贺日言觉得,矜持什么的,都比不上这个男人对他的吸引力。 陆泽见他只穿了套薄睡衣,忙把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然后手一拉,唇覆了上去。 你啊! 四周寂静,光阴昏暗,纠缠的呼吸令人心圆一马。 贺日言被青红的嘴唇微微半张着,陆泽用大拇指一遍遍摸缩,扮上,再次低头亲吻上去。 陆灯下的影子映着密不可分的剪影。 你居然。 嗯?我居然怎么了? 他还会扰人了。 贺日言发狠,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陆泽疼得浑身狠狠站立了一下,腰瞬间弓了起来。 你腰怎么了? 贺日言去撩他的衣服,被他两只手握住。 没什么,就是掐得太疼了,以后轻点。 放开。 真当他傻吗? 掐过多少次,也没见腾成这样的。 真没什么。 哎,哎,哎,别新衣服,了出后来你来负责面吗?你说你…… 这是什么? 贺日言看着他的后背,脸刷得沉了下来。 回家也打了呗,爸爸,最近几天,咱们用男生女虾的姿势呗。 你还有心思想这些? 贺日言,贺日言脚跟一跺,气急败坏地去打他。 疼,疼,疼。 陆泽一边求饶,一边抱他,把人结结实实抱在怀里。 衣服上男人特有的味道像一记安定,让贺日言渐渐平静下来。 心疼了? 谁心疼你啊? 不心疼还急成那样。 我巴巴地跑来,就是想让你心疼的。 你一心疼,才能跟我乖乖回家,心思深着呢,可别上班。 贺日言斜着眼瞧他,两人眼睛对上,呼吸一下子压得很轻。 谁打他? 我爷爷,人老了,没多少力气的,两几天就好了。 为什么打你? 不听话呗。 从小就打吗? 嗯,不过我不是被打得最多的那个,最多的是老三,这家伙皮。 不说这个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话落,眼前一亮,原来是客厅的灯亮了。 贺日言忙推了陆泽一把。 快赶紧走吧,来了。 走什么呀? 陆泽咳嗽一声,把腰挺得笔直。 转身对着走出来的贺爸爸笑了笑。 叔叔,打耳了。 小子,脸皮挺厚啊。 贺爸爸当他是空气,目光落在自个儿女儿身上。 贺日言勾着嘴角。 哦,他来看看我。 也不全是,我家在装修,没地方住了,过来找叔叔借个宿。 你疯了吗? 哦,借宿啊,好啊好啊,我们家房间。 罗玲玲玲女士的脑袋从自家男人身后探出来,很快又松了回去,被男人杀人的目光威慑的。 陆二少穷得连开房的钱都没有吗? 酒店哪有家里好啊,我喜欢住家里。 尤其是叔叔家里。 那正好,我家缺个上门女婿。 我们陆家有三个儿子,我排行老二,做上门女婿挺好的。 贺爸爸气闷,自己占了下风。 滚进来吧,正好今天小颜的妈妈说要跟小颜睡,那你就陪我睡。 时间静止了。 谁要跟女儿睡啊,我和她没那么母女情深。 画面太美,不敢想象。 路泽有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叔叔,我睡觉打呼。 没事,我打得比你想。 我还磨牙,说梦话。 我睡沉了听不见。 偶尔还可能梦游。 贺爸爸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梦游到我女儿房里是吧。 她从背后拿出一直握在手上的菜刀,晃了晃。 小子,还梦游吗? 叔叔,不梦游了。 第一千一百三十集,倒插门。 贺瑞妍已经彻底傻了,偷偷把罗玲玲女士拉到一旁。 爸,是当真的吗? 罗玲玲女士脸上的表情比女儿的还要傻。 她眨了下眼睛,又眨了下眼睛。 慢赏才从嘴里问出一句话。 女儿,你说搞鸡这玩意儿,会传染吗? 半个小时后,路泽同学穿着贺爸爸的睡衣,有些不太确定,是要躺床上去和未来的老丈人面对面地睡下,还是到楼下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一宿。 还愣着干什么?上床! 贺爸爸抱着胸,目光像到闪电一样看着他。 那把明黄黄的菜刀就摆在床头柜,无声再说,小子,你今天晚上敢跨出这房间一步,我就砍死你。 在菜刀的威胁下,路泽爬上了床,忍着浑身冒出的鸡皮疙瘩,小心翼翼地站了一个床脚。 叔叔晚安。 贺爸爸关了灯,在黑暗中勾出一抹得意的笑。 小子,我斗不过你,我憋死你。 没过一会儿,脸搭了下来。 晚安,今天没给老婆讲睡前故事,老婆不知道能不能睡着啊。 还有,这小子为什么一躺下去就跟个僵尸一样? 她怎么能睡着呢?她不应该害怕得瑟瑟发抖吗? 另一边,贺瑞言和罗玲玲女士正大眼瞪小眼。 那个,女儿啊,我决定明天去你爹那里住几天。 干什么? 你爸爸能和女婿睡一张床,我也可以和儿媳妇睡一张床嘛。 妈,考虑一下把手里的菜刀。 这叫她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不是初一十五的问题,这是一十五命的问题啊。 啊,哪五条人命? 你儿媳妇儿,儿子两条,再加上你大女儿和她肚子里的两个孩子。 那倒也是啊。 那就睡觉吧,我打消这个念头了。 关灯,睡下。 贺瑞言却眼睛睁着,半点睡意都没有。 一是时差没到过来,二是担心那家伙背上的伤。 这时,罗玲玲女士又开口。 哎,我倒觉得陆二少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倒插门这个提议啊。 妈,你有儿子啊。 哼,白养了。 我不同意。 二少答应了。 被逼的。 你怎么知道,万一人家就是一心想倒插门啊? 哎呀,妈,你睡不睡啊? 唉,你爸爸每天睡前都要跟我讲个故事的。 他不讲故事,我睡不着啊。 虽然陆泽背后火烧火燎的疼,但他这几天实在太累,眼睛一闭,睡意上来进入梦乡。 睡得正香的时候,背后有个身体靠过来,手哆哆嗦嗦地穿过他的睡衣一摆,伸过来,附在他的左胸上,揉而揉,揉而揉,他吓得蹭地坐起来。 与此同时,被手感不对,活活吓醒的鹤爸爸跟着蹭地坐起来。 眼睛努力一睁,对上陆二少那双充满惊悚的眼睛,他挣了两秒。 真正会梦游的人,是我。 话落,砰的一声,门被一脚踹开,罗玲玲女士像只发怒的豹子一样,插着腰站在门口。 姓陆的,滚回你自己的床上去,别站老娘的位置。 几分钟后,鹤爸爸舒服地抱着自个儿老婆,心说。 这鬼主意,我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不是憋死他,这是要活活憋死我自己啊。 罗玲玲看着胸前那只,无论是醒着,还是睡得鼻涕冒泡,翻个身,总能准确无误附上来的手。 再次确认了,搞起这玩意儿,不会传染。 另一边,路则笑得一抽一抽。 赫瑞颜想笑,又觉得自家父母不地道,扬装黑脸生气。 路则伸过手来抱他,让他坐在自己身上,把脸凑过去,亲亲这儿,亲亲那儿。 干嘛,狐狸精。 赫瑞颜推开他的手,狠狠地伸手去扳他。 淘宝,公平点,是他来摸我,不是我去勾引他,我差点没吓死过去。 赫瑞颜扑斥一下破了弓,笑倒在男人怀里。 他穿着针丝吊带,里面什么都没有,路则看着,有点失控。 你现在最好让我克制住我自己,否则被他们听见了可不好。 赫瑞颜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走了光,呸得一声把人推开。 男人的身体结实无比,没把他推倒,自己倒下了。 这姿势恰好自暴其短。 路则盯着他的腿根,眼睛都红了。 别闹,后背都那样了,我帮你擦点药膏。 他不说还好,一说那可是真疼。 路则脱下睡衣,露出雄壮的后背。 赫瑞颜看得有点头晕,忙从床头柜里找出药膏,一点一点给他擦。 擦完又帮他把睡衣穿上。 路则关了灯,把人搂进怀里,摸着他腰腹上的疤痕。 最近,摸这里摸得有点上瘾。 我爸人其实很好。 看得出来,很爱你。 看到你爸妈,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事情。 为什么何瑞颜和沈欣这么离经叛道,在你们家却活得这么开心? 路则飞快地捏捏他的腰,然后收手。 脸不红,心不跳。 因为你们家有两个老宝宝。 赫瑞颜哪肯吃这样的亏,毫不手软地捏回去,狠狠的。 路则拧眉看他,赫瑞颜抬着下巴,像个女王陛下。 路则突然笑了,宠溺地吻上他的眼睛。 宝宝,你知道你身上什么最吸引我吗? 什么? 就是你身上的那股劲儿,让人忍不住想沉浮在你脚下。 说得我跟Queen似的。 你就是我的Queen,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怕时间一长,爱情变淡,我会被其他的女人勾住。 你会吗? 说实话,未来太长,我不知道。 赫瑞颜眼中闪过一抹失望,男人都是一个德行,七年之痒永远存在。 没把握的事情,我从来不承诺,但我可以承诺你的事,就算我们相处十年,二十年,感情变淡了,左手握右手了,我只要摸到这道巴,就不会背叛你。 谁在叛,那咱们就不结婚,谈一辈子恋爱。 赫瑞颜怦然心动。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集,还可以再狂妄些。 一日,赫瑞颜醒来的时候,床边已经空了,拿手机看时间,上面有条微信。 好,今天向我去陆市,向飞南京,明天办我回来,想你。 赫瑞颜想了想,去陆市是副职,去南京应该是物业公司的事情, 这家伙是要回击了吗? 喝杯别沾水,记得买药膏茶。 早上看到你爸了。 他又说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说,装着看不见的样子。 他爱喝茶吗?我去南京给他弄点上好的雨花茶。 二少,眼睛不行啊,曲线救国,懂吗? 你说咱妈呀,这个国不用酒,早上他趁着爸不在的时候,跑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小子,赶紧把他爸的小型人拐走。 还说,想让女人死心塌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床上征服他。 赫瑞颜耳朵都红了。 咱妈说的面不红心不跳的,我脸红着走出你家的。 赫瑞颜笑得在床上翻滚,一不小心滚到了伤口,唉呦唉呦地叫疼。 陆泽收起手机,抬头挺胸走进陆室。 严楚迎上来。 陆总,董事会的人都已经到了,就等您了。 这么早? 能不早吗?这都想求着您回来呢。 中科院的人中午会到,您要不要面试一下? 面试的人不是我,是张大龙,他这几天不会回来。 让他们中午开个视频会议,大龙会出现有关方面的提议,过关的人才能进到实验室来。 中科院那边就交给你沟通,对了,你时刻一到了? 到了。 立刻转到实验室的账上,专款专用。 实验室马上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政府那边的接下人,由你负责协调。 股权的分配就按我从前受的划分,51%给到政府,剩下的你帮我添几个人。 陆总,您说。 实验室研发的每个人,包括张大龙,各1%,老大老三还有贺瑞颜,各5%。 陆总,三少5%OK没问题,贺律师那边…… 没有他,我现在都还在牢里,再说,他是我老婆。 好吧,您说啥就是啥。 啊,还有一件小事,得向您汇报一下,很多媒体希望能采访到您。 多推了,操作系统没说来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 陆泽走到会议室门口,拿出手机发了条微信后,整了整西装,大步走进去。 爸爸,我要开始忙了。 贺瑞颜心满意足地勾了下唇,被人常常想着的感觉,真会上瘾呢。 手机刚放下,就有电话进来,白罗罗打来的。 贺律师,你什么时候到公司? 一个小时以后,什么事? 有一个刑事案件,非指名道姓地要你做律师。 告诉他们,我不打刑事案。 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们不同意。 哟,还有强买强卖的事儿,什么案子? 是朱祁锋的案子。 贺瑞颜的脸色刷得一下变了。 一个小时后,贺瑞颜坐在办公桌前,目光打亮着面前的男子。 四十多岁,普通的西装,普通的黑框眼镜,但周身散发出的气质,绝对不普通。 你好,我是温老的私人助理,想请你带立朱祁锋的案子。 为什么找我?明明知道我不打刑事案子。 很简单,因为你是陆二少的女朋友。 哦,贺瑞颜突然警惕起来。 黑框眼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支票,贴着桌面递过去。 想请贺律师给二少递个话,冤家一解不一解,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我们小户人家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你别吓我。 这只是一部分,留下朱祁锋一条命,还有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给我脾葬挨一刀的医药费吗? 贺律师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听不懂就给我滚出去。 我只跟人说话,不跟狗打交道。 贺律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真要硬碰硬的对手,只怕谁也落不到好处。 真不好意思,我是个律师,就喜欢狙对狙,炮对炮。 这话,你能代表陆二少? 这话,我不仅能代表陆二少,还能代表整个陆家。 黑狂眼镜脸色更加难看,拿起支票,深看他一眼,门合上。 赫尔岩打开抽屉,拿出正在录音的手机,按下暂停键。 储存文件后,用微信发给陆泽。 陆泽这会儿刚刚开完会,一边从会议室走出来,一边听到刚刚收到的音频文件。 刚听完,他回复了一条语音过去。 温老知道我要对付他,所以拿钱开落来了。 我说能代表陆家的口气,是不是太狂了? 还可以再狂往先,我不介意。 你自己要小心点,有把握了再动手。 不急,我会忍到等实验室里面成功了再说。 你越不急他越心急,好猎手,都是会先把猎物逼急了,再下嘴。 陆泽看到这话,嘴角忍不住高高扬起。 没有哪一个女人,在他说了上半句,就能猜出他下半句心里想说的话,这样的默契。 陆泽想了想,用文字发了一条消息。 宝宝,我爱你。 发完,自嘲地笑笑,从前觉得,这些情话是无聊的人才说的,现在,他张口就来啊。 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黑框眼镜把支票递还过去,又把刚刚的手机录音放给老者听。 老者听完冷笑,真是警救不迟迟罚酒,别说他陆老二,就是陆老大看了我也得乖乖地把头低下。 他能代表整个陆家,风大也不怕扇了舌头。 文老,听他的口气,竹亭的事情似乎猜到了。 猜到又如何,证据呢? 那,现在怎么办? 本来就是投石问路,现在陆文清除了我也该去好好地想想对策。 李家那边,能不能再利用利用? 人情就是存款,用一次少一次。 话亭的事情李家算是帮了个大忙,再者说,我存下的人情何止李家一家?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集,爱呢? 陆泽到南京,已经是傍晚七点,天黑透了,直奔下榻的宾馆,万里入住。 房间在顶楼,走过长廊的时候,远远看到有个熟悉的面孔迎面走来。 他脚步一顿,眸色深了些。 李前显然也很意外,错身而过的时候,停下脚步,四目相对,眼中各有火光,各有深意。 好巧。 两个字,意味深长。 陆泽眼底染上笑意。 确实巧,李总住哪间房啊? 1820。 更巧了,我住1819,应该就在李总对面。 李前宁眉,透出些微妙的厌恶来,然后转身,离开。 陆泽进到房间,手机响。 陆总,我们已经到了楼下了,是上您房间开会,还是边吃边聊啊? 边吃边聊。 挂完电话,他放下行李走出房间,给赫瑞岩打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下才被接听。 怎么中久才听电话? 手上还有些工作,想快点坐完回家,太认真了,没看到屏幕闪。 爸爸,我到酒店了。 挺快的。 有没有想我啊? 忙了一天没功夫想你,回家不想,成吗? 现在就不,别等他回家,我已经想你想到不行了。 赫瑞岩纳闷了,这家伙对情感一向很克制,黏他也是黏在家里,怎么今天不一样了? 二少同学,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别整天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老板,我强烈要求你包养我,这般一天都不想上。 软饭难,再见。 哪儿再见,床上吗? 陆二少,你这是隔空骚扰女朋友。 有反应了。 滚。 陆泽正想说一句,滚我怀里来。 拐弯,见李钱站在电梯门口,正冷冷地看着他。 陆泽突然挑衅似的挑了下眉。 滚床单吗,宝宝? 二少是滚蛋。 敢不敢再说一遍? 好了好了,滚床单总行了吧,正要工作了,那两个保镖还在等我呢,别让人家太辛苦。 陆泽看着李钱发青的脸,又笑咪咪道。 没说那两个字,不惯。 想你想你想你。 赫瑞言说完,自己先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么多年,除了这个男人,再没有谁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 我也想你,晚点再给你打电话,拜。 陆泽挂上电话,电梯正好来。 他昂首挺胸走进去,目光似笑非笑。 李总不进来吗? 李钱握了握拳,长腿往前一步。 电梯门缓缓合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两人身上散出的冰冷气息,让电梯的温度骤然下降五度。 一楼道,电梯门开,李钱率先走出去。 陆泽跟着出去的时候,一只脚横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二少似乎很得意啊。 恋爱中的男人一向是得意的。 我记得我老婆从前和我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说想这个字,只说爱。 陆泽的目光冷热了许多。 他说爱的发音很特别,发成耐。 二少,二少听过吗? 对了,顺便帮二少普及一下想和爱的区别。 想只是想念,想你。 爱,确实我要你,我离不开你,我只在乎你。 这两个字中间差了好几度啊,二少。 哼,离少,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像根脚屎棍,哪儿都像脚横下。 那是因为你配不上他。 门骤然关上,陆泽身形狠狠一颤,那张一贯冷傲的俊颜上划过一抹受伤。 我配不上,那你更配不上。 因为礼钱的原因,陆泽在餐桌上虽然极力地克制住情绪,但话还是少了些。 好在,他的话一向不多,没有被人看出异常。 这顿饭一直吃到餐厅打烊, 所有一系列工作都被安排下去后才散。 陆泽马不停蹄赴另一个饭局, 回到酒店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 微信上有后日言发来的一通消息。 背后的伤,急得擦药。 陆泽盯着这通消息, 看了整整五分钟,没舍得挪眼。 没错,他从来没说过爱他, 但做出来的每一件事都在说着这个字。 别吃错,你是个成熟的男人, 他早晚有天会对你说这个字的。 想到这里,再忍不住, 拨电话视频过去。 当赫尔炎灰色的头发出现在视频里时, 陆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 酸了,醋了。 赫尔炎一边在键盘上敲字, 一边扭头冲他笑了笑。 结束了,回房间了。 嗯。 汇报一下, 我回了自己家, 晚上叫的外卖, 保镖把我送到门口, 回家后我认认真真地想了你十分钟, 然后才开始干活的。 真乖,回来给你想离。 只要不是打妆, 我都接受。 可我就喜欢闹着啊。 色狼。 陆泽看着他娇艳的唇色, 心想, 情道浓时, 再理智的男人也会做傻事的。 赫尔炎, 我要做一件傻事了。 宝宝, 你爱我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我爱你, 很爱, 你呢? 赫尔炎沉默一瞬, 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轻柔地点了下头。 他知不知道, 这半分钟的时间里, 陆二少的心是如何开了一次过山车。 他只看到, 他点头的瞬间, 陆泽向天空打出一拳, 因为扯到了背后的伤, 疼得呲牙咧嘴。 傻不傻啊他。 陆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心情愉快地结束了通话, 然后把手机往床上一扔, 开门走出房间, 伸手按下了对面的门铃。 门打开, 李前穿着浴袍, 冷冷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陆泽双手插在口袋里, 斜斜地挑了下眉毛。 喝一杯。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集, 我还有个未来时。 啤酒倒满, 陆泽举了举, 一口气干下。 干完, 他拿纸巾擦了下唇。 酒后说酒话, 李总, 你说我配不上他, 那么李总你呢? 李总的出拐, 就配得上他了。 陆泽,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你只需要自己认认真真地想象, 他从前是什么样的, 现在是什么样的。 他没见过赫瑞严从前的样子, 但从两人相处的细节中, 总能看出一些端倪。 赫瑞严, 其实根本不是个冷的人, 他的内心藏着一团火, 偶尔还有一些小迷惑, 真正高兴的时候, 笑起来像个孩子。 我向他求婚, 他拒绝了。 李前冰冷的眼神有了实质的变化。 知道为什么拒绝吗? 不是因为他不爱我, 是因为他怕我出轨, 怕两个人不能长久。 这个伤是谁带给他的? 是你。 那么请问李总, 你配得上吗? 哼。 二少, 容我提醒你一下, 你也离不婚。 所以, 我更能知道他的好, 也更珍惜他。 这话, 你能讲多少年? 不管多少年, 我都不会一边取加爱的喜好, 一边去伤害他。 知道我为什么要耐心地和你说这么多吗? 因为你在和华亭合作。 你来南京的目的, 也是因为华亭。 而我告诉你, 那一刀背后真正的黑手, 是温老。 李前身形一顿, 猛地扭头看他, 这目光愤怒, 质疑, 甚至还有两份杀气。 当我大哥在那件事情上质疑你的时候, 你猜何人员怎么说? 他说, 李前这辈子绝不会用牺牲我为代价去报复一个人。 李前, 别辜负了他对你的信任。 说完, 陆泽从皮夹里掏出几百块钱放在桌上。 今天的酒, 我请了。 陆泽走了, 李前依旧端坐在光怪陆离的灯光里, 落寞至极。 许久, 他掏出手机, 对着电话冷冷地开口。 是我, 我要知道周婷案子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 我要求尽快。 陆泽回到房间, 把窗帘拉拢了, 不透一丝光亮, 又避搁在后脑垫着, 靠着床出神。 想了一会儿心事, 用手机订了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闹铃一响, 他就爬起来工作。 早上七点, 他已经把一天的工作都处理完, 冲了把枣, 给张大龙打电话, 问一下实验室的事情, 然后退了房, 打低直奔陆十分公司。 大半天的事情处理下来, 马不停蹄地奔向机场, 在高速上, 他改签了最近时间的机票。 回到帝都, 在下午四点钟, 没通知任何人, 直接打低去赫尔阳的公司接人。 赫尔阳看到陆泽的时候正在开会, 白罗罗告诉他, 人来了, 注意力立刻散了。 这家伙不是说好晚上才回来吗? 怎么提前了? 是南京那边事情顺利了, 还是不顺利啊? 草草开完会, 推开门, 还没看清楚人, 就被压在了门背上。 他一下子找准了他的唇, 腰间, 他掌心的温度很烫, 他喜欢亲吻的时候, 手穿过衣服, 结结实实地贴上来。 快闯不过气来的时候, 陆泽放开他, 在他耳边说, 宝宝, 猜我昨天晚上遇到了谁? 谁? 你钱? 然后呢, 打了一架。 我在你的眼里, 就是这么野蛮的人吗? 不然呢, 坐下来, 两人喝杯酒, 一个聊聊前妻, 一个聊聊现女友。 嗯, 被你说中了。 真的? 假的? 他猝你还是你猝他? 我猝他早认识你, 他错我现在在你身边。 用英语语法来说, 一个过去史, 一个现在史。 错, 我还有个未来史, 比他强多了。 赫儿言想了想, 认可地点了下头。 听说你办公室里 还有一间休息室。 你累了? 打个装就不累了。 姓陆的?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疯了吗? 路泽直到没听见, 把人抱进里间, 扔床上。 赫儿言吓得脸色都变了。 路泽, 门还没锁呢? 没人敢来。 路泽根本不理他, 枕头上都是赫儿言的味道, 房间里也是, 唤醒着身体对他全部的记忆。 他全程都用被子裹着他, 怕他着凉, 毕竟房间暖气不足, 还寒得很。 事后, 路泽处理了一下后续, 浮在他身上。 赫儿言这会儿像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 一见面就这样, 这才分开几天呀, 你受禽瘦的。 你自己数数几天了? 几天? 三天。 才三天呀。 三天都不碰你, 你还要我干什么? 刚刚有没有弄疼你伤口? 这会儿想起来了。 我也疼, 你快帮我看看我背伤怎么样了, 这会儿疼得厉害。 活该。 赫儿言瞄一眼, 脸红了, 全是他的抓痕, 有几处都出血了。 都怪你, 力气那么大。 爸爸, 我不及力气大。 这一闹, 两人走出紫风的时候, 天已经黑得透透的。 赫德顺。 一个声音从旁边斜出来, 赫儿言扭头, 眼睛微亮。 修宇挽着张若阳的手, 从暗处走出来。 赫律师, 我们想请你吃个饭, 方便吗? 待上家手应该方便的。 陆泽替他回答, 打完, 用眼睛去看女人。 女人还能说啥, 只能点点头。 必须待。 四人坐下, 服务员蹲上茶水。 修宇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把赫儿言惊呆了。 赫律师, 我们要走了, 这一顿是告别犯。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集, 倔强。 你把富佑的工作辞了? 辞了, 我们两个打算去西藏做医生, 顺便洗涤一下心灵。 没有洗涤心灵这一说, 就是去那边做几年园葬医生, 顺便走走看看, 在帝都感觉太压抑了。 也算是陪小语散散心。 这里的一切能放下吗? 我没问题, 小语跟着我受苦了, 放弃了很多。 没觉得苦, 也不觉得放弃很多, 有你就够了。 小语, 我亏你太多太多了。 那你就对我好点, 慢慢缓。 我到八十岁的时候, 你还有三十多年, 能和你一道, 走着三十多年。 算起来, 我还是赚了。 两位, 是在当着我们的面互相表白吗? 他们不是来互相表白的, 是来喂狗粮的。 郑若阳咧嘴笑, 这笑让贺瑞颜心一惊。 原来, 这个男人也会笑, 而且笑起来还挺好看。 贺律师, 那件事情, 我还是要向你说声对不起。 哪件啊? 如果是朱婷那一件, 这个对不起我不接受, 和你没关系。 但总是因为我。 你救了我一命, 算是还清了。 还不清, 永远都还不清, 会在心里记一辈子。 张儿呀, 记他一辈子的人是我, 你把你身边的女人 记一辈子就好, 别和我抢饭碗。 话落, 连后日言都扭头去看她, 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泽了一声。 这话, 听着真甜。 行, 话不多说, 所有的情谊都在这杯酒里。 何律师, 二少, 我和小雨一起敬你们。 干杯。 四个杯子碰到一起, 是感谢, 也是祝福, 是对过去的告别, 也是对未来的期盼。 吃完饭, 张若阳结账, 被服务员告知, 账单已经结过了, 是路泽借着上厕所的机会结的账。 这…… 这怎么好意思让二少请?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想教你这个朋友, 他总在我耳边夸你好, 他很小夸人的。 张若阳眼眶放红,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仿佛再多言语上的感谢, 都显得很苍白。 陆泽拍拍他的肩。 你们先走吧, 我们喝完这杯茶再走。 四人变成两人, 贺瑞颜连坐姿都肆意了些, 陆泽忍不住想占点便宜, 就在桌下膝盖磨着他的膝盖。 赫瑞颜被磨得心痒难耐, 索性脱了一只高跟鞋, 把脚伸到他的裤管里反撩过去。 两人相识一笑, 静静地喝完一杯茶, 什么话都没有说, 却又像什么都说尽了, 什么事都没做, 却又像把什么事都做尽了。 走出饭店, 两个年轻的姑娘拦住了去路, 目光热情地盯着陆泽。 请问, 你是陆泽先生吗? 哪位? 我们是你的粉丝啊! 哇塞,陆泽, 你长得比镜头前更帅啊, 帅呆了! 对呀对呀, 你的眼睛好大呀。 陆泽向身旁的赫瑞颜望过去, 一脸疑惑。 我什么时候上过视频? 美国的时候。 陆泽心领神会, 咳嗽一声。 有事吗? 我们能和你拍个照吗? 不能。 可以加个微信吗? 不能。 那你能给我们笑一个吗? 不能。 陆泽的脸黑沉了下来, 什么鬼, 当他卖笑的。 一旁的赫瑞颜, 滴滴沉沉地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 不应该是女朋友帮忙赶走苍蝇蜜蜂什么的吗? 让我笑够了再帮你赶啊。 陆泽长臂一身, 把女人搂进怀里, 面无表情地离开。 天啊, 他好酷啊, 我想哭倒他。 身材超级霸, 我想睡了他。 从今往后, 他就是我老公了。 滚, 他是我的, 别和我抢。 两个姑娘的对话传来, 赫瑞颜笑得根本直不起腰来。 陆泽快行几步, 把他往车里一塞, 逃也似的离开饭店。 开出一段路, 陆泽左手搭着方向盘, 右手把女人的手腕拉到腰上。 车内光线很暗, 他扭头看他的目光, 却很亮。 爸爸, 其实我还蛮抢手的, 以后可能会更抢手。 你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 给我名分这个事情啊? 二少, 我就喜欢这么不明不白的, 刺激。 回到家, 陆泽嫌弃身上 沾了那两个姑娘 廉价的香水味, 脱了外套就往御尸钻。 刚站在花洒下, 就听见后耳闻在外面喊, 陆泽, 张大龙视频电话接不接? 张大龙? 他抄起玉京, 随手一过。 视频接通, 大龙同学几乎是用 嘶吼的声音 冲着屏幕喊。 二少,二少, 成功了, 第一次实验成功了, 哈哈哈哈, 我牛逼吧, 我太他们牛逼了, 我就是个天才, 天才。 身后是欢呼的人群, 又抱在一起痛哭的, 又往天空撒纸的, 有脱了上衣庆祝的, 也有躺在地上挺湿, 一动不动的。 陆泽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眼眶有些湿润, 唇动了动, 半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用力地点了下头, 然后关闭了视频, 默默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双手捂住脸。 一个柔软的身体靠上来, 陆泽把他抱在身上, 头埋在他的胸前, 赫热言俯着他微词的短发, 没说话, 却胜死千言万语。 宝宝, 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 要坚持的人。 没有人想起我能坚持下来。 其实, 我是年前接受陆氏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这些年, 一直都在存钱。 所以, 你是个天才。 他的隐忍, 他的努力, 都如此让他欲罢不能。 我不是天才, 我只是比别人更倔强一点, 对你也是。 好吧, 你的倔强, 撬动了我的心。 那么请问倔强的二少,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想做两件事。 第一件? 继续倔强地缠着你。 赫热言主动清了一下他的唇, 表示奖励。 第二件呢? 把温老拉下马, 替咱俩报仇。 第1135集 死鱼的下场, 一日, 陆泽晚上的飞机直飞美国。 他在那边待了三天, 亲眼见证了操作系统的使用, 并把早就准备好的股权书, 发给实验室的每一个人。 虽然只有1%的股权,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1%意味着什么? 下半辈子的人生, 简直就是躺赢。 三天后, 陆泽飞回帝都, 没有回陆市, 而是被盐储接到了新公司, 开始了新公司的筹备。 因为有政府的扶持, 新公司只用了两天时间, 从外部环境到内部架构就全部搭建好。 开业的那天, 不仅市长亲自来了, 连外交部、商务部都来了人。 剪采完, 陆泽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 科技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运动力, 科技进步, 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 也意味着国家的兴盛。 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少吞一点地, 多做一些实验, 因为钢筋水泥早晚有一天会老去, 会贬值,甚至倒碳, 但科技不会。 这话赢得了所有人的满堂喝彩,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陆二少这话, 其实就是在向温老, 向华庭开炮。 巧的是, 就在这个当口, 国家发布了对房地产调控的指令, 当日下午, 所有房地产企业的股票一泻千里, 几乎打到跌停。 从这一天开始, 房地产企业从蒸蒸日上的局面, 瞬间开始降温。 晚上的酒宴安排在五星级饭店, 陆泽一身黑色手工剪裁的西装, 端着香槟穿梭在客人中间, 周身沉淀出一层平和和宽容, 透出游刃有余的成熟和性感, 就像轻烈的微醺鸡尾酒, 让全朝女人无法抗拒。 角落里, 罗雪奇嘖嘖了几声, 真没看出来呀, 老二个从前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 睡到爆啊。 宋年熙跟着泽泽, 这气质把我们家那位称得跟个爆发祸似的。 嗯, 我也突然觉得我家老公好吐气。 珈乐, 你说呢? 陈珈乐看着两人身后, 干咳一声。 那个, 我劝你们两个现在立刻马上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祷告。 祷告什么? 今天晚上不要被揍得太惨。 陈珈乐直指他们的身后, 两人回头, 对上自家男人不太友善的目光, 世界静止。 电光闪烁之间, 罗雪奇眨了下眼睛。 宋年熙, 今年巴黎时装周的主题是回归, 这么看来我老公的吐气也是一种时尚啊。 宋年熙, 别说巴黎时装周了, 连帝都时装周都没见过, 却老神在在地附和。 哇, 我忽然觉得我家老公爆发祸的形象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陈珈乐和菲博安心有灵犀地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 手来手, 喜滋滋地拿好吃的去了。 哎, 你说他们两个今天晚上会是什么下场? 子鱼的下场。 对了, 布婉同学, 你要给我介绍的二哥的新欢呢? 先找到二哥, 就能找到他的新欢。 长什么呀, 美吗? 比你美点, 比你瘦点, 比你高点, 比你胸心的, 小点。 你竟然还看人家的胸? 陈珈乐气得高跟鞋踩过去, 菲博安疼得冷汗都下来了。 哎, 老婆, 我向老天爷发誓, 我就在视频里看了他一眼, 就一眼。 看一眼? 你还先看胸? 陈珈乐踩得更恨了, 菲博安心里那个冤呢, 那视频是静静啊, 摄像就对着他的上半身, 他不想看也得看啊。 我错了, 老婆, 留点面子给老, 快看, 二哥的新欢。 哇, 骨子好高啊, 发色好漂亮, 他脸上还有酒窝, 天哪, 太帅了。 你能把脚先挪开再感叹吗? 爷, 新欢边上那两个气质超棒的叔叔阿姨是谁啊? 当然是贺爸爸和罗玲玲女士, 他们今天是以特邀嘉宾的身份被陆泽邀请过来的。 贺爸爸原本不想来, 但架不住罗玲玲女士爱凑热闹的心哪, 只能陪着来, 脸色还臭臭的。 他目光转了一圈, 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哼, 这个不成熟的臭小子, 取得一点成就就跑老丈人面前炫耀, who care? 不行, 我得再想个办法制止他。 罗玲玲女士的心理活动确实这样的。 哇哦, 第二任女婿挺真气的嘛, 二女儿的终身大事终于有了着落, 老娘我终于干掉了自家男人的小情人, 完美。 爸妈, 那两只呢, 不是说好一起来的吗? 女儿啊, 养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她丈母娘今天生日, 一个电话打过来, 她屁颠屁颠的就跑去拍丈母娘的马屁了。 哟, 菊花终于能弃暗投明了, 可喜可贺呀。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换你老妈出马, 早八百年就搞定了, 还用等到现在。 什么不用等到现在? 一个声音从背后斜出来, 贺瑞言回头, 眼睛瞬间亮了。 眼前的男人, 瘦削的身形, 清亮的眼神, 仍有少年无法比拟的直击要害的吸引力, 真的赏心悦目。 陆泽上前拥住微微发愣的贺瑞言。 叔叔阿姨好, 阿姨今天真的很漂亮, 四季好看极了。 罗玲玲女士一脸, 女婿啊, 你很识货的表情, 话锋一转, 难道你叔叔不帅气吗? 不太敢夸叔叔, 就要怕夸了他太骄傲。 贺爸爸一听这话, 一半脸是笑的, 一半脸是怒的。 哟, 这小子挺会说话, 嘴巴甜。 哼, 甜言蜜语就是糖衣泡蛋, 谁来替我想想我要怎么收拾他。 两半脸拼凑到一块, 贺爸爸脸上抽搐几下, 冷冷道, 没关系, 尽管夸, 我有骄傲的资本。 说你胖, 你还喘上了。 小路啊, 我们来干啥呢? 叔叔阿姨先吃点东西, 一会儿我带家人过来给你们认识认识。 这糖衣炮弹的背后, 原来是认亲, 贺爸爸的脸瞬间塌了下来。 罗婆, 我要回去。 第1136集, 看好戏。 罗玲玲女人致这个男人只用一句话。 好啊, 你先回去, 我再看会儿帅哥。 小路啊, 一会儿有舞会吗? 肉眼可见的, 贺爸爸的脸都绿了。 陆二少称未来的丈母娘笑笑。 有的阿姨, 需要我帮你安排我办吗? 罗玲玲女士不回答, 捏斜着眼睛去看贺爸爸。 那个, 你家人在哪里啊? 要不, 我们还是先见见吧。 叔叔, 我这又去叫他们。 陆泽把香槟往贺热盐手里一递, 撒腿就泡。 贺热盐闷笑, 冲罗玲玲女士抛了个媚眼。 妈, 你真牛。 女儿, 学着点。 罗玲玲女士, 王手挺胸的抬了抬头。 下一秒, 她身子往贺爸爸怀里一蹭。 老公, 我刚刚看了一圈, 真是没有一个有你当年帅的。 贺爸爸那得意劲儿, 甭提了, 却还装着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老婆啊, 谦虚点儿。 哼, 谦虚什么谦虚, 我的男人从来不需要谦虚。 打一击巴掌, 为一颗甜枣。 贺爸爸激动得就差没扑过去, 抱着自个儿女人嗷嗷亲几口。 贺瑞颜正有眼神摩摆罗玲玲女士的时候, 一个甜甜的姑娘走到她面前。 你是贺瑞颜吗? 我是, 你是…… 我是陈珈乐, 宋年希有没有和你提起过我呀? 哦, 原来你就是珈乐呀。 不光宋年希提起过, 安芝也常常提到你, 你嫁得飞不完呢? 没想到贺律师在背后这么惦记我呀。 飞不完也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 身子没个正形地靠在自己女人身上。 我对帅哥一般都很惦记。 嗷? 飞不完, 你嗷什么嗷? 跟跳狼狗似的。 要你管啊? 小爷我今天高兴, 发骚不行啊。 飞不完一个白眼翻过去, 冲另一队走来的人挥了挥手。 大哥, 大嫂, 在这儿。 罗雪奇挽着陆绍的胳膊走过来。 哎, 老二呢, 说要帮我们介绍一对特别有趣, 特别可爱的老夫妻, 他自个儿人跑哪儿去了? 罗玲玲女士和贺爸爸对视一眼, 很笃定地得出结论, 这对夫妻一定是他们。 两人一起把贺瑞妍往后一拽, 昂首挺胸地走上前。 贺瑞妍亮腔着后退几步, 一只大手环过来, 从后面将他拥在怀里。 爸爸, 看好戏。 你这是出动全家来搞定我爸爸一个人? 也不全事, 只是认个亲而已。 心机很深啊, 陆二少。 对你, 必须用点心机。 这时, 身为老大的陆绍同学, 已经握住了贺爸爸的手。 叔叔, 我是陆绍, 陆泽的大哥, 这是我妻子罗雪奇。 叔叔阿姨好, 叫我雪奇就行了。 叔叔, 我是老三陆续, 这是我女朋友桑年熙。 啊, 对了,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叔叔阿姨, 叫我年熙。 对了, 赫尔文是我的师兄, 沈欣是和我一起长大的。 贺爸爸和罗伶伶女士 对陆家, 那也是暗地里偷偷做过功课的。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 但真正看到这四人的时候, 心里的震惊, 依旧难以用言语形容。 来来来来, 小爷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飞不完, 陆家编制外的儿子, 这是我妻子陈珈乐。 叔叔阿姨, 我和赫尔文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俩还差一点点谈朋友呢, 要不是他眼光别致, 说不定我还是你们赫家的儿媳妇啊。 罗伶伶女士听别人夸自己儿儿子眼光别致, 就像夸他眼光别致一样, 脸上都笑出了皱纹。 赫爸爸没忍住, 损了儿子一句。 珈乐, 幸好你眼眉虾呀。 否则我怎么能找到我现在的老公呢? 老婆, 走走走, 为了你得眼眉虾, 咱们去跳舞。 好啊, 我好久没跳了。 两口子把酒杯往旁边人手里塞, 手牵手走了。 陆续和宋年夕才不帮这两个混蛋拿酒呢, 又交给了他们身后的大少夫妻。 叔叔阿姨, 我们也去跳舞了。 陆续拿过妻子手里的杯子, 一起交还给服务生。 叔叔阿姨, 你们是想跳舞呢? 还是需要我陪你们坐坐, 聊聊天? 跳舞? 陆续把手伸向罗玲玲女士。 阿姨, 我有这个荣幸吗? 必须有啊。 罗玲玲手伸得比闪电还快, 优雅地勾住了陆续的手臂。 哇塞, 有帅哥陪着跳舞, 而且还是个超级大帅哥。 真是赚了, 二女婿啊, 这样的舞会请多办几次。 贺爸爸见刚刚还在夸她的妻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叫一个无语啊。 罗雪奇上前。 叔叔, 我不太会跳舞, 你能教我一下吗? 贺爸爸对着一个漂亮的, 温柔的, 优雅的女士, 还能说不吗? 她挺了挺胸。 别怕, 这种舞蹈很简单的。 还有这种骚操作? 贺人员看得目瞪口呆。 二少, 我觉得从这支舞开始, 我爸算是彻底没戏了。 我说了, 对你, 我必须用点心计。 大少怎么舍得他老婆的, 平常护得跟眼珠子似的。 为了弟弟以后的幸福, 他是愿意做一回牺牲的。 我真的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二少同学。 都刮目相看了, 你能嫁给我吧? 贺瑞言无语, 这男人简直就是, 逼婚还逼上瘾了。 两人一左一右, 对视半伤。 少卿, 陆则终于撑不住笑起来, 笑声在胸腔里沉闷而愉悦。 我哥说, 你连陆家的聘礼都收下了。 贺瑞言一愣, 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 所谓的聘礼, 就是陆家的股票。 他抬脚, 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下。 那不是我要收的好吗? 是…… 还没过门呢, 怎么就开始家暴了, 宝宝。 第1137集, 你认为男人是猪吗? 贺瑞言是真乐了, 眼底透着笑。 二少, 给抱吗? 看怎么抱? 滚蛋。 他把酒杯往服务生托盘里一放, 腾出手勾住陆则的脖梗, 眼神一下子变得俏皮, 声音也变得娇娇气气。 二少, 要不要跳个舞啊? 要。 陆则把手移到他的腰上, 不轻不重地一捏。 其实, 我更喜欢跳螺雾。 对, 臭流氓。 回家让你见见什么才是真正的臭流氓。 好吧, 必须承认, 贺瑞言对下一段婚姻, 似乎盈盈有了期待。 就在两人正要踏入舞池的时候, 两个记者拦住了去路。 二少, 能聊个八卦的问题吗? 您和贺律师这是在恋爱吗? 陆则看了一眼女人, 笑笑, 微微汗手。 请问二位到了哪一步? 有结婚的打算吗? 谈恋爱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据我所知, 二位都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人, 会对彼此的那段过往心怀芥蒂吗? 只会更加好好珍惜。 最后一个问题, 问贺律师, 听说李总一直单身, 似乎有等您的意思, 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请问, 您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 呃。 否则怎么知道他在等我? 好了, 祝您和您的同事扶如东海, 寿笔昙花。 贺瑞言拉着路泽进舞池, 留下两个目瞪口呆的记者, 心里齐刷刷冒出来一句话。 含了律师的嘴太毒了。 一曲弊, 乐队奏起了 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原舞曲, 贺瑞言一愣, 这舞怎么跳, 要换舞伴吧? 按国外的稀索, 应该是的。 一个舞会跳正不正式地做什么, 你打算换谁啊? 我不想换, 也不想跳。 贺瑞言却起了整他的心思, 他还没看过这个男人 和其他女人 搂在一起的样子呢? 陪我吗? 我回国后, 就很多年没玩过这个了。 路泽脑补了接下来的场面, 心说, 实在不行他搂丈母娘跳? 行, 好吧。 春之声原舞曲的抒情乐声 渐渐高康, 一停, 舞池里所有男宾 同时交换舞伴。 路泽果然搂着罗玲玲女士, 贺爸爸搂着贺瑞言。 阿姨, 今天玩开心点。 这样的舞会, 我觉得一愿一次比较好。 一会儿啊, 你别抢我, 虽然我知道我很抢手, 但我还想和三少共舞一曲。 路泽无语, 他被丈母娘嫌弃了。 爸, 开心吗? 你妈开心, 我就开心。 对二少有没有改观一点? 我觉得他大嫂不错。 一分钟后, 又换一轮, 路泽搂着罗雪奇, 赫尔言被飞不完搂住, 路三少搂着罗玲玲女士。 路泽紧张得手和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老二, 我身上有细菌吗? 你离我这么远? 陆泽苦笑, 他心里有些诈怎么办? 一会儿转下去, 不会转到宋年夕吧? 二嫂, 啥时候嫁进陆家呀? 没想好啊。 女人嘛, 总是要嫁人的, 我二哥很抢手的, 那方面也厉害。 我不会为了一根香肠而买整只猪回家的。 妈呀, 谁来救救我? 小姨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和这女人跳舞了。 三少, 好啊。 阿姨, 好。 我儿媳妇从前也是消防队的, 你们消防队的男的是不是身材都超好啊? 陆三少的表情一言难尽, 他实在没办法把沈欣和儿媳妇这个词等同起来。 因为, 每天都要锻炼。 哦, 那你们消防队收老年人嘛, 我想把我老公也送去锻炼拜年。 陆三少一脸懵逼。 曲声一转, 男兵同时在月声里转身, 再次交换舞伴。 陆泽搂着宋年熙, 飞不完搂着罗玲玲女士, 陆续搂着贺瑞言。 陆泽好尴尬, 宋年熙好尴尬。 漂亮的阿姨您好。 帅气的小伙子, 你好。 你女儿刚刚把男人比作猪, 您认同吗? 认同啊。 为什么? 喂饱她, 她就没别的心思, 哄哄她, 她就咬尾巴, 不听话, 举把菜刀, 她就老实了。 我的老天爷, 这母女俩感情是同一款的。 二嫂, 我二哥人其实很好的。 嗯。 她是典型的居家男人。 嗯。 别犹豫了。 三嫂啊, 我发现你和大少有相同的一个特质。 什么特质啊? 媒婆特质。 最后一轮交换舞伴, 飞不完搂着陈家乐, 陆大少搂着罗雪奇, 陆三少搂着宋年熙, 贺爸爸搂着罗玲玲女士, 陆二少搂着贺瑞言。 老婆, 你知道我刚才经历什么了吗? 什么啊? 算了, 不说了。 你会认为男人是猪吗? 我老公这么帅, 怎么会是猪呢? 还是老婆最好。 明明就是猪爸爸嘛。 飞不完发誓, 这辈子不吃猪肉。 老婆, 这一下贺爸爸应该算是搞定了。 要怎么骗我? 陆大少在罗雪奇耳边咬了一句, 罗雪奇红着脸瞪他一眼, 轻轻呸了一声。 刚刚我老张二嫂跳舞, 好尴尬啊。 有我和二哥尴尬吗? 他是我身上有媒婆的特质。 我们俩一句话没说。 老婆啊, 我刚刚实践过了, 他们没有一个跳得比你好。 老公啊, 我刚刚也认真观察过了, 他们没有一个比你帅。 老婆啊, 我决定了, 女大不由爹, 随她去吧。 儿大也不由娘啊, 我不都认命了吗? 第1138集, 我人都是你的。 夜九点, 舞会散场, 陆泽送大少三少离开时, 分别给他们手里塞了个纸袋。 贺瑞元问他是什么, 陆泽笑笑。 你也有, 回家看。 这么神秘啊。 好东西嘛, 自然是要神秘一点的。 对了, 刚刚送年喜往咱们后备箱里塞了什么? 我忙着送爸妈走, 还没来得及看呢, 回家再说吧。 黑色奥迪车里, 陆绍从纸袋里掏出文件, 罗雪奇凑过去。 这是什么? 陆绍惊得倒吸口凉气。 5%的公司股权, 给大宝小宝的。 新公司的? 嗯。 就我们有吗? 哪三呢? 话落, 手机响, 正是陆三少打来的电话。 大哥, 二哥给你的文件看了吗? 看了, 5%的股权。 不是, 二哥怎么想的? 这小子。 陆绍心里不是滋味, 都说亲兄弟明算账, 陆氏集团是三兄弟共有的, 但除此之外的生意, 都是个人归个人。 这就相当于陆老二拿自己的钱, 补贴了他们两个兄弟, 而且这钱, 根本不是什么小钱。 大哥, 怎么办? 收还是不收? 收着吧, 他的一片心, 以后想办法用别的方式还回去, 加倍还。 我听你的。 陆绍挂了电话, 扭头。 大哥让我们收着, 你放把钱箱吧。 宋年希没去接, 而是苦着一张脸, 一副我现在想去死的表情。 这是怎么了? 收到钱反而不开心? 陆绍, 我和大嫂对二哥做了一件傻事, 说了你能不能不要骂我? 什么傻事? 我和大嫂一起在网上买了几十件情趣内衣送给了二哥。 什么? 我们只是想他早点把二嫂拿下来吗? 谁知道。 哎呀, 他送我股权, 我送他情趣内衣, 你说他会不会骂死我呀? 哪个店铺买的? 我看看。 宋年希打开手机。 哦, 就是这个店铺。 陆绍飞快地扫了几眼, 一本正经。 哎, 如果你再买几套船给我看, 这事我帮你顶了。 陆泽回到家, 就喊着热死了, 跳舞跳出一身的汗要先洗澡。 洗完, 又是往腰间围了条浴巾就出来, 也不知道里面穿没穿, 但上上的风光却是尽收眼底。 贺瑞严看着他, 心想, 陆家三个兄弟里, 他才是真正的女性杀手。 大少一身正气, 三少一身脾气。 只有他, 岁月带给他的成熟感和沧桑感, 结合他那儒雅的气场, 真是太有穿透力了。 这些天, 两人都是忙得天翻地覆, 再加上陆泽又出差了好几天, 一时间, 贺瑞严看到这副身体, 腿就有些发软。 我去洗澡。 等一下, 先看看宋年夕送的是什么。 陆泽用剪刀打开纸盒, 眼睛直了。 嘿。 是什么? 贺瑞严走过来, 脸刷得一下红透。 可以啊, 宋年夕啊, 会送情去内衣了, 等着啊。 陆泽从里面挑出一件, 放在贺瑞严身上笔划, 然后扔一旁。 走, 我帮你洗澡去。 陆泽最喜欢给贺瑞严洗澡, 虽然贺瑞严是拒绝的, 因为, 这家伙帮他洗着洗着, 就做些坏事。 好几次了, 他差点死在浴缸里。 陆二生, 你这反应很奇怪啊, 一般男人都会迫不及待地 让女朋友穿上的。 还不是要脱? 贺瑞严无语。 你要真想穿, 我也不反对。 谁要穿, 想得没。 贺瑞严掐了他一把, 飞快地从他怀里钻出来。 要穿你穿, 反正还有男款。 陆泽拦住他, 两手一撑, 把他困在怀里, 唇很快落到他的唇上, 仔细亲着, 热气掠到井窝里。 爸爸, 我人都是你的了, 穿套全去那一页 还不好说吗? 这种话, 在情与欲的边缘游走, 分明是长长亮亮地说, 却更叫人像乳飞飞。 结果, 自然是谁都没有穿成。 赫瑞严最后 是被他从浴室里 给爆出来的。 这家伙对浴室 简直有种特殊的癖好, 正是喜欢在里面弄他。 回到床上, 两人拥着睡觉。 刚闭眼, 陆泽还想到 有东西没给他, 就这么光着身子走到客厅, 把文件拿给他。 什么? 上回是陆家给的聘礼, 这回是你男人给的, 看看够不够。 赫瑞严瞄了一眼, 心绪一下子凝住了。 嫌少吗?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知道这百分之五 值多少钱吗? 万一我拿着股权拍拍屁股 走了呢? 你会吗? 陆泽看着他, 眼里像经过水似的。 赫瑞严说不出话了, 好吧, 他不会。 你如果是走了, 我也舍得, 算是给你的驾照。 咱俩好过一场, 这份感情在我这里, 不止这个书。 赫瑞严心酸酸的, 这个男人, 真要对一个人好, 简直就是掏心掏肺的, 半点不藏着掖着, 跟那个实心的赫瑞丸一模一样, 一颗心, 硬碰硬, 不玩虚的。 好吧, 我收着。 那你要什么? 说。 陆泽笑, 指了指他的心口, 赫瑞严气笑, 他给他钱, 他要他心, 这家伙, 一点都不杀, 自己这颗心, 多金贵啊。 但, 金贵也没用啊, 早给了。 还没说呢, 那次点头都不算。 那三个字重要吗? 重要啊。 关于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战争呢, 他可不想输, 也输不起。 赫瑞严勾下他的脖梗, 轻声在他耳边说了三个字, 我爱你。 瞬间, 路泽胸口的心脏开始狂跳, 喉咙干渴得说不出话来, 于是, 他用做的。 这一夜, 赫瑞严才见识到, 真正的打妆机是什么样的, 感情从前的那些, 他只是夯着玩呢。 他觉得, 自己本该是疲惫又满足的,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竟是一宿都没怎么睡着, 平均十分钟就要惊醒一次。 就在迷迷糊糊间, 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嗡嗡震动起来, 他拿过来一看, 脸色刷得变了。 小妍, 她不行了, 想见你最后一面。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集, 都是真。 越野车行驶在空荡的马路上, 陆泽把油门踩到最底, 驶向高速。 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他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开到了。 到了机场, 便有指引车领着他们, 把车直接开到停机坪。 事出突然, 李前动用了私人飞机, 飞机在二十分钟后起飞, 松油门踩刹车, 车稳稳停下。 透过玻璃窗户, 能看到李前估计的身影, 站在巨大的飞机前。 赫瑞岩没有急着下车, 而是去看陆泽。 恰好, 陆泽也正向他看过来。 四目相对, 赫瑞岩灵力的气质都柔和下来。 是不是舍不得我? 你说呢? 赫瑞岩忽然一把紧紧地抱住他。 不用舍不得, 我很快就回来。 还有。 什么? 给我在家老老实实带着电话 二十四小时保持开机, 不许和别的女人勾勾搭搭, 我要随时查看。 这话似乎不是从耳朵里进去的, 而是直接穿到了陆泽心里。 宝宝, 知道查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回来看看我的妆, 打得是不是够狠。 赫瑞岩笑了下, 几乎是整个人扑过去, 将他狠狠地吻了一分钟。 一分钟后, 他推门, 拿了行李, 大步走向那个男人。 陆泽坐在驾驶位上, 伸手掐了一下自己的眉心。 心说, 明明知道他们不会再有什么的, 可心里, 为什么还是这么酸酸的? 他真是连一分钟都等不下去啊。 飞机起飞, 赫瑞岩问空城小姐要了毯子, 戴上耳塞, 眼罩就睡觉。 突然, 感觉身旁的椅子有人躺下, 他没动。 能把耳塞, 眼罩都取下来吗? 燕燕。 厉前的声音很沉, 痛苦压抑在声线里。 赫瑞岩取下耳塞, 眼罩, 却把椅子调成座的状态。 厉前没动, 他没穿外套, 只穿一件深色绸缎面料的衬衫打底, 袖口精致, 是一朵活灵活现的刺绣梅花。 人都说, 男人的品味体现在细节上。 他从来就是个非常有格调的男人, 配得上气宇轩昂这个词。 赫瑞岩没有先开口, 静静地坐着。 他了解这个男人, 知道他酝酿得差不多时会开口。 果然, 礼前坐起来, 眼缝一眯。 如果不是他有事, 我在想你应该不会再给我机会, 让我和你这么近距离面对面坐着。 赫瑞岩轻轻地点点头。 炎炎, 知道我最恨你哪点吗? 无论我们从前多么相爱, 我有多么后悔, 多么努力, 你都不曾回头看我一眼。 你的心太狠了, 对我太狠了。 你错了, 我不仅对你狠, 对自己更狠。 为什么? 因为, 我一旦回了头, 不仅从前那点美好的回忆都没了, 我还会每时每刻都记着你和她的那一次, 会在心里反反复复想象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张画面。 你看, 女人的心眼其实就这么小, 尤其是, 对自己在意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原谅和宽容, 都是以折磨自己为代价的。 她赫瑞言不是圣母, 想放过自己。 李前垂下了眼, 手心一片冰冷。 她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直到下飞机, 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见到傅婉的时候, 赫瑞言哭了。 她穿着一件月牙白的旗袍,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脸上甚至打了些腮红, 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女人。 她早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西医的治疗, 只用中医调理着, 然后淡定地安排着各种身后事, 她甚至见了很多老友。 儿子、媳妇, 是她最后想见的人。 她一手牵一个, 断断续续地说起些陈年旧事。 年纪大了, 很多事情都不再记得, 但儿子第一次带媳妇回来见她的情形, 却是记得清清楚楚。 说了一会儿, 赫瑞言的哭泣声微弱了下去。 傅婉知道, 这并非是她不哭了, 只是她的五官六干, 在衰弱。 她忽然想到很多年前, 第一次跟在哥哥身后走进李家。 哥哥昂首挺胸走在前面, 他端着大家小姐的样子, 规规矩矩地走在后面。 没有人的时候, 哥哥停下脚步, 压低了声音对他说, 这李家也不过如此, 以后等你嫁过来, 哥哥用半个傅家给你做陪嫁, 也省得他们看清你。 婚姻哪, 就是一场赌博, 有人赢, 有人输。 傅婉抬头看了看儿子, 小钱, 妈妈要走了, 松手吧。 灯光熄了就得退场, 人心凉了, 只有松手。 儿子, 别再钻牛角剑了, 妈妈希望你幸福。 片刻后, 一向冷静自驰的李箴, 爆发出一声如影兽般的嘶吼。 妈! 傅婉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也很圣洁。 她的离去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 死亡对于她来说是解脱。 李箴除了那一声吼外, 从头到尾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她非常冷静得体地操办完整个葬礼。 葬礼一晚, 赫瑞妍便要离开, 而李箴则要留下来处理一些事情。 离别再急, 赫瑞妍稳了稳情绪。 李箴, 别太伤心。 这话, 让李箴动了意。 她克制不住, 左手绕得赫瑞妍后脑勺, 用力一压, 把她彻底按在了自己怀里。 终于又抱到她了。 别动, 伤我抱一会儿。 赫瑞妍没动, 静静地让她抱着。 这个男人在无声地哭泣, 和从前一模一样, 软弱的一面从来不在人前展示, 只在她面前。 我留不住她, 也留不住你。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李箴, 人这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在逝去, 在告别。 爱她呢。 从前爱你是真, 现在爱她, 也是真。